今天我要代表大家一起说出来 准备好直面的评价了吗 是的 我来当各位嘴提了 Everybody 我是你们的嘴提 准备好了吗 嘴提 嘴提 做多观众嘴提 嘴提 嘴提 真话别不爱听 嘴提 嘴提 说出观众声音 脱口就这一季 张雨琪 鲁豫真美丽 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说出各位心声了 是不是 是 但是呢 我先向娜姐说声对不起 为什么 刚才开场曲 没把你放进去 因为你的名字 不押韵 来了 这个小玩耍小玩耍 石桌可胜啊 接下来真的要替各位说一下 这一季各位都不满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情况啊 因为那个 还有一档透口秀节目啊 对 在隔壁啊 两边这个节目啊 它互相较劲 都在偷偷的盯着隔壁 所以导演们本来应该去抓内容 抓收视率 结果都在抓个币 但这个破笑话 它不是理由 首先呢 各位有很多不满 对不对啊 那个节目的前几期 时长也太长了 对不对 哎呀 太长了 快乐的小家呀 看完一集 就变成了快乐老家 是的 但是 现在要严肃了啊 因为 各位最不满的是什么 赛制 就是淘汰了自己喜欢的演员 对不对 对 但是各位知道啊 其实导演组啊 他们都也是很辛苦 都是打工人 这风雨无阻的每回来到这里啊 有的坐公交 有的坐地铁 有的坐票 怎么可能 没有人坐票 没有人坐票 证明着啊 我要证明一下啊 这个现场 每一位现场观众朋友们 你们那个票啊 都是你们亲手投出来的 好吗 这样 不信的话 各位啊 你们现在拿出你们的投票器 就给我刚才这点表演 就开始打分 好不好 现在 咱们就开始打分 因为今天咱们总票数呢 是200 200 好吗 请各位本着绝对公平的态度 开始投票 5 4 3 2 1 好 锁票 锁票了啊 各位投了哈 非常公正对不对 那么 各位 请看 我得到的票数 就是 666 对 没有坐票 对不对 这是个极强的数字啊 是是是是 那个说完各位不满啊 我也有我的不满 这一季有这么多的表演 各位觉得少了什么 音乐脱口秀 音乐脱口秀 对不对 你们还记得呀 我都快哭了 是的 还有音乐脱口秀 那么 我要开始幽默了 好吗啊 奇怪 大家知道啊 这个有种古事啊 叫做别懂大 这个是的 在唐朝呢 有一位音乐家 他名叫董大 这搞艺术的吧 总觉得没有人懂他 只有自己懂自己 所以问天下 谁懂懂大 懂大 懂懂大 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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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懂他 徐志尚你总在哭什么 这徐志尚 我这眼泪 这鼻涕 这啥就是流量艺人啊 是不是啊 了不起啊 但是各位要知道 咱们徐志尚以前是多么的乐观相上的一个人 这一季老哭 他台上哭 台下哭 别人淘汰了哭 他自己晋级了也哭 都哭出悖论来了 你说别人要是不淘汰 你怎么晋级啊 我之前啊 跟王一博老一块录节目 是吧 各位知道啊 然后我看着王一博啊 写的首歌叫做 酷盖啊 这一戏看着徐志尚老哭 我写的首歌叫做 酷盖 见个徐志尚 你哭的我上头 你鼻涕在轰流 嘴角在乱吵 这几个都哭 这几个都哭 你就是酷盖 谢谢我们的徐志尚老哭 各位 要理解咱们徐阜盖啊 因为他想写出呢 大家跟自己都喜欢的作品 他不容易 看看这些演员朋友们 太辛苦了 他们竟是这个过劳肥 是吧 有压力肥 像我们毛豆这种啊 每回到这一坐 这肚子有一个小泼 这叫泼肥 什么泼玩意儿 然后呢 关键不说这些了啊 有一位主持人 有的观众啊 觉得哈 觉得他呀 话多 爹味儿重 所以他是 我没说是谁哈 我没说是谁 我收起我的幽默 好不好 这么着 这一季有这么多可爱的人了 要说有一位 特别让我喜欢的 因为他特别的幽默 大家都特喜欢他 文本 让人难以置信 他就是我们的 Mountain 这位男生 山山大爷 这位男生大爷 这位男生大爷 AKA 这位男生大爷 不要带我好 看来 他看到他 这个女生大爷 很有的 海天蚝油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给我们的掌声 珊珊大爷 珊珊大爷 今天真的好鲜呀 唱歌还挂电呢 确实很新鲜 这回演出还能挂电 平时我都是挂号挂掉屏 我就是要比这些年轻的通修演员 都心潮 都要心潮 我一定比你们所有人都先挂 祝您成名百岁 不要先挂 笑人了 好地 只要不是先挂就可以 好的 然后祝您成名百岁 然后大概闹半天了 就闹半天了 然后最后我想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我爱脱口秀这么久了 跟各位分享一点小感悟 因为我觉得这个快乐 它其实是一种机能 就像咱们这个肌肉 身体肌肉一样 要时常的主动去锻炼它 不然呢就会变得比较僵硬跟麻木 咱们得到机会就要减乐 对不对 对 但咱就是说 您要非觉得都不好笑 我也是佩服您啊 这么着 咱们下面这首歌啊 然后我这样一抬手 各位请勇敢地把 不好笑三个字喊出来好不好 来试一下 不好笑 好 走你 来 如果身体不锻炼 肌肉无理又松险 小家打你一拳就凸显 不好笑 如果业务不锻炼 来这节目当导演 坐票肯定特别的明显 不好笑 有种情感叫思念 身边没有了忘年 所以才有精彩的表演 不好笑 今年两档脱口秀 你们偏来看这边 难道是你们觉得对面 不好笑 这是你们说的 其实快乐 它是一种机能 不断恋它 你心情就会疼 如果这些 演员全让你笑不懂 那我点出名字 向他们开工 起来了 徐志尚 不好笑 哈哈草 不好笑 河广志 不好笑 忽兰 不好笑 鞋影港 不好笑 不高级 不好笑 破节目 不好笑 破口笑 不好笑 鞋影港 其实快乐 它是一种机能 非要较劲 是自己亏了没消成 难过时 就小小为自己拍灯 其实会发出 难听 难听的消声 就好了 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毛豆 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我还能走到总决赛 我现在成天正眼闭眼 全是邪稿 还快乐不止五分钟 真的这三个月 我架在一起 可能也就快乐了五分钟 就第一期 我从底下胜到上围去的时候 五分钟之后 我把上围去的沙发做塌了 很尴尬 我也是第一次录节目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假装没事在那坐着 当时那个黑灯老师 坐在我后边 他还问我毛豆 你是不是给沙发做塌了 我说黑灯老师 你这个耳朵确实好使 黑灯老师 他说不是 你压我脚了 快乐不止五分钟这句话 特别适合我妈 他看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都想一定尝试一下 我十八岁那年 他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施病突击》 一个月之后 他带我报名入伍了 我说妈 怎么你沉浸了 我去体验 幸亏他看的是施病突击 他看的又是振欢 这样不得给我送贡里去 我之前明明是个厨子 我在饭店干了三年 从喜菜到切菜 马上就能上灶了 我当病去了 后来到补队人问我有没有特别拿手的菜 我说我鼠塞啥腊洗得特别干净 我小学初中过得都特别的快乐 后来就顺利的上了中转 我们那个中转叫的是钱贡 憨贡 连叫我们做饭 那个老师原来都是憨贡 成天上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炒菜 下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憨顾 我就学厨子 是因为那边我看了一个动画片 叫仲华小当家 那个漫画对我影响特别大 它是个热血漫画 特别重儿 我上学第一天 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学厨师 我说因为热爱 因为碰饪会给人带来幸福 同学都梦了 不是因为咱们学习不好吗 当我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感觉这个漫画有点问题 那漫画应该就是厨子画的 漫画里那个国家 那个厨师的地位 告到人人迷惑呀 小当家从九子夫上 到矿夫正义 警察和大夫的活的全干 小当家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群人在打架 就喂 不要再打了啦 你算老几啊 哼 我是一名厨师 他们就散了 你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呢 一群人在打架 你过去 别打了哈 我是个厨子 那群人都梦了 那你补上半吗 厨子有什么可狂的 那个小当家天天也不上半 天天云游丝海 我记得有一集是刀了一个村庄 那个村所有人不知道是得病了 还是中毒了 找了各种大夫都没治好 然后小当家来了 草两盘菜 好了 这个事要是震的 这个毒就是厨子 瞎的 厨子治病多奇怪 人家问你 大夫 这个药是犯前尺还是犯后尺 小伙 你这个药就是犯啊 而且那个漫画跟所有漫画一样 还有一个反派 他们反派是一个恐怖组织 叫黑暗料理记 我能理解一个恐怖组织里面有厨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一个恐怖组织里面全是厨子 那有什么可恐怖的 你怕他不洗澡油烟味大呀 这个恐怖组织12315就能给他们解决了 动画片里面给他们讲的可邪恶了 讲他们有正负世界 上人家村里抓小孩 抓完之后强迫这些孩子啊 学做饭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个不会就是技校吧 他邪恶在哪呀 而且我到现在都不太能理解 一群厨子政府世界要干什么呀 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隶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长的 从早到晚给奴隶们做饭 我说你那饭店好好找个半上不行吗 要说恐怖 感觉小当家更恐怖 小当家炒的菜会猫光 都不是那种淡淡的光 那肝一打开跟探招凳一样 你不要动刺眼 我说你这个不就是汉垢吗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大家好 如过来 小号太炸了 怎么就被我赶上了呢 他也让我赶上了 这个节目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我觉得赢就要赢得早 之前赢还能得大王 今年你要赢了 我就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了 一轮过去 我现在是脱口秀 第九号的朋友 你看这些朋友 天天鼓掌 有尊重 但不多 选人的时候 好多人都想打我 他们就想说 打你才是对你最好的尊重 亲贼就得先亲王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些 一边上班 一边来比赛的这些朋友 你刚刚听到是吧 真太厉害了 我真的太佩服了 经常是前一天还没稿呢 第二天上了一天班 晚上开放饭又稿了 我说你这么努力 你老板知道吗 你知道全职投球员 最怕的就是 自己懈怠一篮 躺一天就过去了 这些兼职投球演员 朝九晚五 规律地上班写稿 然后请假来打我 然后你们在请假 看我挨打 不怪这些朋友 我也不怪你们你知道吗 你就现在上班 太没笨头了 我那时候刚毕业 那时候还等着说 能等着公司上市 鸡犬升天 咱也赚一笔 现在啥公司上市 对吧 保住好自己的身体 别公司没上市 鸡犬先升天了 是吧 我周围的朋友 现在能看到的 眼门钱 能赚到最大的一笔钱 就是等着被财 拿到那个 那个N加1 真的 N加1学名叫离职补偿 好多人说 这叫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以前被财 都是个挺丢人的事 觉得哎呀 被财了 不好意思说 现在不是 财我可以 给钱就行 前段时间那个新闻 谁谁谁 当街打人 然后赔了多少钱 放在以前 都会说 你有钱了不起 就可以打人 现在都是什么 打的怎么不是我呢 真的 我周围现在很多朋友 上班就在等那个N加1 就那个上班的感觉 很玄妙 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 就首先他不能犯错 因为你犯错 把你开了 就拿不到N加1了 然后你也不想使劲 因为使劲对不起自己嘛 对吧 同时你又不能 完全不使劲 因为你完全不使劲 大家都不使劲 公司干倒了 也没有N加1 所以说现在上班 讲究的又是一个巧劲 对吧 以前说四两拨钱 你现在四两 就能拨四两 对吧 真的 我那时候上班 那时候还在想着说 我这个工作 到底是当凤伟呢 还当鸡头呢 对吧 很纠结 现在是小孩子在做选择 成年人 我都不做 现在我就想做鸡肋 要的就是那个 让领导十之五位 七之可惜那个劲 真的你看这些房子 毛皮房 承重墙就那么三四面 其他墙 在那儿假装承重 对吧 你别看我不承重 你咋我得花钱 对吧 我站在那儿 墙模墙样的 这听不出有什么区别的 你看谁家刷墙 说我家只刷承重墙 对吧 没有的 没有的 对吧 你一不小心 把承重墙给砸了 咔楼塌了 老板说 你们这些人在干嘛 说我只是在这儿逞墙 我找工作的时候 今后教育要延迟满足 那时候创业 说工资少一点 给你股份多一点 你不叫打工人了 你叫合伙人 然后干了几年 公司被我们合伙干倒闭了 真的 那几年的生活 就是没社保 没工资 有股份 没公司 你现在就不要再 我去找工作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什么期权股票 都不跟我说 工资日节 好吧 真的 你说干了好几年 你说公司 最后倒在了 上市前的黎明 我很难接受 你说我忙活一天 公司倒在了下午四点 我就认了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后来来说脱口秀 脱口秀就不讲什么 延迟满足 这就是个 及时满足行业的 你们进来 我就得逗你们笑 我不能说 你别看现在没笑 一会儿回家 你能笑个大的 对吧 我觉得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灵活的世界观 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了 我三年前还在这讲 什么消费主义陷阱 有人记得吗 消费主义陷阱 说好难受啊 三年过去了 消费主义不用治 赚不到钱自然就好了 脱发不用治 掉光了自然就好了 真的 你们知道啥是 及时满足 潮股是及时满足 但潮股讲究的是 及时止损 不是及时满足 真的 我也想过说 今年还在不在这个台上 讲潮股的事 后来想一下 还是讲 因为潮股 就是我现在依然 站在这个台上 讲错我去的原因 今年各位老师都问我 说作为老选手 会不会疲惫 作为老选手 我很疲惫 但作为股民 我不知疲惫 股票就是我的谬斯 明天早上 卷中一开软件 谬斯又叫我 起来写杆了 今天得写出 三万块钱的杆了 真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看这软件里的钱 慢慢变少了 但是你想想看 你投资个饭店 投资个拓修俱乐部 还有人叫你一声老板 我现在产业涉及 新能源汽车 白酒 养猪 他们都不肯叫我一声 叫父 他们都叫我散户 有人说你还是散户 炒股就像人生 炒着炒着就散了 我现在没办法 我现在就只能 不断地调整我的世界观 去应变这个世界变化 就是即使满足不了 我就说我是长期主义者 长期满足不了 我就说我要活在当下 我现在就叫灵活满足 能乐一会儿就乐一会儿 实在乐不出来 我就跟你私企说 我说别看你现在乐不出来 以后一定能让咱幸福个大的 谢谢大家 我今天这篇稿子是我的三天来最有信心的一篇稿子 我感觉至少是能和毛豆有一战之力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志胜 谢谢 谢谢 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 说志胜 你怎么研究生毕业之后 就这么坚决地就选择了脱口秀呀 我说就是因为当时没找到工作呀 但凡找到工作都动摇了 因为直接选择脱口秀这件事 对一个山东人来说不简单 尤其是我爸又是那种特别传统的山东人 我上晚春晚回家 我爸都特别不开心 说你们那个圆桌 你为什么坐在了富培的位置上 我爸就特别希望我能考公务员 过那种很稳定的生活 我都感觉我爸都已经不理性了 就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爸在家里看新闻 就说有一个贪官 因贪污2.5亿 被判入狱30年 我爸看完特别激动 他说你看 这什么工作 30年能挣2.5亿 我说爸 你是这么理解这句话 这什么 那你是不是认为 他这30年过得很稳定 这怎么稳定险中求呀 我说爸 他是入狱 不是入职 他的后半生就完了呀 然后我就选择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 但是我也没想到他这么不稳定 他不稳定到有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挣钱呀 就打工 打出一种创业的感觉 就睁睁眼 好几百口的人等着我吃饭呢 就那段时间脑子经常会想起 老板经常说的那句话 就你不要想着公司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多想想你能为公司做什么 但我也没想到是要做全部呀 就这老板还在那给我画饼了 他说自胜你就好好干嘛 你要相信公司在年终奖上会给你有所体现呢 我都急了 我说那也是我自己挣的呀 这怎么着 急我的奶给我喝 我都坐下点了 真的你对公司的付出越多你知道吗 你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炸的了 真的就是你对公司付出越多 你就感觉我那段时间就没那么爱过这个公司 以前我还会从公司涂水回家 就那段时间也不涂了 还会监督不让别人涂 你别着涂水了 老板喝水我都心疼 我说你这干啥了呀就这么渴 是因为公司没有流水 把你渴成这样的吗 那段时间你在公司的地位也不一样了 我那段时间在公司就没拍过马屁 因为我拍啥都像在讽刺老板 我说老板呀咱们公司现在这样 可都是因为您领导的好呀 老板那段时间经常会送我一些 我根本用不到的小礼物 真的我看着都心疼 我说你就别乱花钱了 我挣点钱也不容易 我能理解老板那么紧张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董宇辉和于敏洪的事 刚才他们跟我说董宇辉的时候 他跟我说 至上这个公司钱都是他赚的 他还没赚到什么钱 干得还特别起劲 至上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傻呀 我说你这说的是董宇辉吗 是我是肯定没法跟董宇辉比 但确实我们老板在所有人都心疼董宇辉的时候 他跟于敏洪共情了 在那里说至上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那段时间我们老板对我就更好了 感觉我们公司马上要推出一个新的项目 叫与胜同行 我没事还得在那安慰他 我说老板你也别紧张对吧 咱们公司又不带货 你这个货我也带不动 你又不是海天有机酱油 三方有机那种全场可追兽 健康又美贵 这货多好带呀 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脱口游和他的朋友们 他在我看来就叫脱口游甄选 目的就是为了去生化 朋友们你知道吗 我其实挺紧张的 因为我读过历史 我这种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就是贡献越大 结局越差 我的前辈们 韩信 敖拜 年更咬 我现在也在公司做到了牛马的天花板 公司首席牛马官 谁牛马哦 真的 我能想到的结局可能都是啥 公司给我说说至少 你最近也挺红的 公司再赏你一瓶贺顶红嘛 所以你也别担心 公司里啊 跟你关系好的那几个 每人一瓶 让他们赶紧与生同行 谢谢大家 我支持 小鸡小鸡小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我也讲点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 我爸在长沙卖青气球 我生下来就挺胖的 其实 我生下来有十一斤八两 别人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我是结石 小时候胖 别人没人说你胖 都说你是壮 他觉得你壮 就觉得你有劲 觉得你有劲 就对吧 代表觉得你挺能打架 在东北真的不是件好事 尤其我们学校啊 不是个什么好学校 每年都会转学过来 很多那种不良少年 他们到一个地方的第一件事 就把这个地方 看起来最能打那个人 围起来打一顿 他们就算站稳脚跟了 我小时候是个 温文而雅的孩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 体育运动是跳皮筋啊 我第一次看跳皮筋 说太帅了 这不节舞吗这个 有次体育课 我在操场上跳 我们班那个混的同学下来 抓了我们班另一个同学上 就啪就一个嘴巴子 告诉你们班谁就能打 他可能也被扇蒙了 他说 看没看跳皮筋 我在那跳得正开心 我二八五六 二八五七 二八九三十一 晃一脚就给我踹飞了 起来我都蒙了 我说怎么 算错了吗 除了班我小时候 还有抽动症 现在好了 抽动症就是会眨眼 会摆头 赵四就是这个病 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我说我有抽动症 他说 你有多动症 你确实得多动 医生说抽动症 就是脑子里的神经 搭错了 使劲就会分泌 多巴胺 就会觉得很爽 就是我的快乐很简单 别的小孩上网吧 谈恋爱 点情急球 我 我 我主要在家 就特别开心 当时有啥烦恼 一眨眼就过去了 有一年过年 晚上我妈烧纸 我在旁边 真的 假的我都乐出来了 我妈吓一跳 说爸 是你回来了吗 爸 我小时候都不太明白 同样是上瘾 你抽烟 别人还得抽二手烟 我眨眼 别人也就看二手眼 也不影响别人 但老有人欺负我 可能就是 我可能就是因为 我在人群中 多眨了他一眼 爹妈也老骂我 当时我就觉得 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我奶 因为就他不数了我 他有脑血栓 他也抽 就是我 被人欺负 就坐在旁边 陪他一块抽 抽一会儿 真的控制不住 过年我就给我压岁钱 我很开心 我就心领说 好嘞好嘞 我给你妈 真懂事啊 这个孩子 我就刚刚在备赛间 我就练这段 胡兰哥都吓坏了 说你第二轮 要模仿小佳 你第二轮 这个病全称叫 抽动会语综合证 会语就是骂脏话 这个病它有中外差异 就是国外的偏会语 国内的偏抽动 就是你在国内 你会语 小孩会语 家长真打你 越打越抽动 你震动可以 必须开静音 我爸就有会语证 每次我爸喝酒 那一桌子全是会语证 喝的越多 挥的越多 我都听不下去了 我说爸 你好会啊 哎呀 他真的 我在网上搜这个会语证 他的医学描述 是会脱口而出 一些冒犯性言语 我说这个会语证 英文名是不是叫 sand up comedy 真的 这个病病因很复杂 但我妈只采用 最简单的治疗方式 就是我眨眼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眨眼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妈就给我个嘴巴子 我说我妈 我还没眨眼呢 我妈说你马上就要眨眼了 真的 我感觉 我是抽动证 我妈是抽抽动证 这个病 我感觉 我这个病就是遗传的 我妈抽动证 我爸会语证 他这个治疗方式和修电视一样 就坏了就拍一拍 他确实好用 他确实好用 他一个嘴巴子 我半边脸麻了 本来我是抽动 现在是wink 我妈她还尝试帮助我治疗 拿胶带给我眼皮粘住 我们俩在家大眼瞪大眼 知道我热泪盈眶的 我说妈妈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放过我吧 不好使 而且那是胶带呀 就你们撕过腿毛嘛 刷一下 给我眉毛 睫毛全粘下来了 就睫毛完完 眼睛还眨眨 当时我就脚痘 我都没有毛了 我爸还找朋友 要偏方泡药酒给我喝 只有朋友给手表 掉药罐来了 我看那块药酒 人参枸杞当归手表 我说这个是药引子嘛 用时间治愈我呀 当时两杯就喝大了 抱着我爸 我说兄弟 兄弟 你又是我大哥 赵红给我打了这事 你能不能管 赵红是我妈 回家就把我和我大哥一块打了 我奶队抽筒证也有自己的理解 那都是封建迷信 他觉得必有邪魅作罪 给我请了个福喝下去 你别说第二天真的 在厕所拉着我都睁不开眼了 后来我妈终于也带我上医院看了看 她也讲不明白 大夫问我啥病 我妈说我家孩子眨眼 大夫懵了 她说我也眨眼啊 她说我家孩子眨得快 她说哦 那你以后慢点眨哈孩子 后来她解释明白了 大夫介绍了个专家 正好有个北京的专家 在大连做诊 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病 我妈带我上去 我的天 全大连的抽筒证全在那里 真的 抽筒证这个病就是 别人抽你也想跟着抽 每个人都在 两岸原声提不住 那个放点歌 那个地方就是个夜店 真的 真的快乐会产染 人家是DJ抓个B 我们是大夫抓点药 大夫说小孩这个病不用吃 不用吃药 我妈不信 她觉得必须要吃 换了好几家医院 开了一大堆药 其中有一类叫多巴胺抑制剂 特别好使 吃完不止不想眨眼 我都不想活了 一喝就从学生上 立马变鸟鸟 上课别人同学在桌子上 磕藻 我在这旁边磕 碗都得死 这个药其实就小孩需要吃 成年人不需要吃 因为上班就是最好的多巴胺抑制剂 没得这个病我都不相信会有这么反人类的药 我说吃这个药不如让我妈扇我嘴巴子 见效快副作用少 就是脸麻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病是我妈打好的 一直到我前一阵查资料 说大部分人会在长大后自然痊愈 我告诉我妈 我妈说对呀 专家跟我讲了 我说妈 那你打我就是为了过瘾 其实很多问题 很多麻烦都没有必要想办法立即解决 交给时间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抽筒证 开心点朋友们 交给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毛豆 大家好 我是过来 大王来了 太子不好使 好吧 这是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们主题也知道了 对吧 开心点朋友们 我大概花了十几天的时间 围绕着这个主题 写了一件我半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几天我看着股市 我说让我最开心的事情有变化 对吧 甚至这几天 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不适合我了 我说我不是开心一点啊 我说开心有三千点 朋友们 你们的手机已经被收了 现在我刚才给你们看过了 开心有三千三百点了 周围这些朋友们一见面就说 你怎么一道决赛就天降素材 我说我天天除了素材还有财富呢 对吧 我说这事整的名利双收的 真的对吧 观众在这边鼓掌对吧 那边股市也在那鼓掌对吧 哎呀 他们天天说写脱口秀要负面情绪 要负面情绪 今天用正面情绪给你们写篇脱口秀 好吧 正面情绪足够强烈的素材 甚至可以应对任何题目 两年前决赛的题目叫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我这几天真的快乐不止五分钟 我从早上九点半快乐到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以后就打开那个微信搜索 记录关键词推荐买股票 找到朋友跟他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这个牛必须得吹对吧 因为他可能跟行情一样 他是个短牛 对吧 现在不打他脸 过几天他要来打你脸了 真的导演还提醒我 说你别忘了 这轮里还有个商务 去多多 段子要写 我说我现在不光去多多 我现在还钱多多呢 美味曲奇 去多多 有豆就是好曲奇 超多豆超好吃 美好生活去多多 珍惜吧 下次可能那个商务段子里就是我的名字了 原谅我 真的 我不是来炫耀 原谅我这副嘴脸 就是因为这一次我讲 七年脱口秀 第一次讲炒股赚钱的段子 你们知道了 两个月前讲第二期炒股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的吧 一周前都不是这样的 两个月前我能讲 哎呀 这个股票就是我的谬斯 每天早上起来 打开软件一看 谬斯又叫我起来写稿了 我现在早上打开软件一看 什么谬斯 我是宙斯 谬斯 你去写稿 我在这看盘 哎 真的 我觉得你们最近周围 有这种炒股的朋友 嘴脸这两天 应该给我一模一样 是不是 朋友圈全都是股市和他的朋友们 甚至不是 甚至是股市和他的股神们 一掌重股神归位 对吧 就是这样的 而且你不管他们聊什么 就是我们总会给你 最后拐到股市上面来 就即使不聊天 有的时候我周围有人在那看着手机 莫名其妙 就乐起来了 对吧 我一看就知道 不是他在看图我秀 因为他是真正的快乐 你知道吗 如果不炒股的朋友 见到我们这种嘴脸很难受 我的建议就是忍一忍 因为很可能过段时间就好 对吧 不用你们 时间会自然教育我们 对吧 人压抑久了之后 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 但很多人说 我们就是这种 既吃不既打 主要是我们挨打次数太多 挨打时间太长 有点记不清 为师不多 吃到几次 记得特别清楚 上一次是我妈妈迟到了 那时候我还没赚钱工作 这次是我迟到了 中间就全都是 全家挨打的时候 真的 以前一讨论 前段时间又在说什么 哎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延长交易时间 我说什么玩意 是不是想让我死 现在我觉得 大家喜欢的话 每天可以让大家 多吵一会儿嘛 对吧 甚至好多人 这个交易员 这都卸载了 我说现在十一亿 大家还想炒股呢 我说十一就应该开始 趁大家休息 正好是说十一黄金粥嘛 对吧 真的 古明就是这种 一直不住的兴奋 这个嘴里脸真的很丑恶 我昨天在开放卖 还在练这个段子 然后昨天正好 周六周天嘛 前天两天 他们说你这个段子 讲的就没有周五的时候 那么兴奋 我讲这个段子 不是没有完全担心的朋友们 我因为 录制距离播出 还有三周的时间 对吧 万一跌了 对吧 播出的时候 我还在这 眉飞色舞的 就更好笑了 好吧 他就说 不然你现在开心 还上几点啊 对吧 我真的觉得 我就觉得 有必要在这一个时候 记录一下这个嘴脸 你知道吗 就是万一大底下 拿出来反复观看 对吧 那又怎么样 这个是人类早期 驯服A股的真贵影像 对吧 哎呀 我查了一下聊天记录 我跟老领导 自从2022年 就没有再关于 股市的交流了 其他交流有 你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俩其他交流也没有 这两天 关于股市的交流 又热气起来 都是那种60秒 60秒 60秒长语音 互诉中长 你知道吗 就讲述这两年 遭受了多少非议 虽然我大部分的非议 都是他带来的 对吧 沉渊昭雪 真的 我就说行了 赚钱了 原谅你了 我就是那个海阔天空里 唱的你知道吗 多少次迎着冷眼和嘲笑 从未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真的周围这些就是这样的 跌的时候 我就说我会 他妈没人信 涨的时候 我说我不会 他们说我不带他们赚钱 反正我的认知水平 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随着股市波动 一会儿会 就一会儿不会 起了坏了 巴菲特也是 巴菲特经常说自己 只买自己 看得懂的股票 我买的时候一般我都懂 跌了之后我就不懂了 对吧 之后涨了之后 我又看懂了 对吧 底层逻辑顺息万变 最近网上还有网友说 说这股市赚钱了 忽兰会不会不讲脱口秀了 放心朋友们 因为你们永远可以相信 忽兰的超股水平 对吧 而且好多朋友说 今天比赛是因为热爱 对吧 我觉得照这个趋势 明年再来比赛 那才是真正的热爱 最后十个字收尾 就是投资有风险 入市虚拟认 谢谢大家忽兰 大家好 我是蒋浩 之前的赛段 我有跟大家聊过 我学习化妆 然后有聊过 我学习土木工程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的感情生活 我跟我女朋友交往两年多 但我俩是在交友软件认识的 我知道现在用交软件 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一旦在上面 遇到一个认识你的人 他会第一时间质疑你的人品 我第一天注册那个软件 第二天就偶遇了一个 以前看过我演出的观众 给我发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贾浩老师 你怎么也来了这种地方 给我尴尬的 我说我来卖票 我来一对一推广脱口秀 但我跟我女朋友 真的是在交友软件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 他真的像个天仙一样 就美得让我自卑 自卑到我都在给自己打气 我说没事 托口秀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你也是一个托口秀老医美了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问他 我说一会儿要不要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他说好啊 我说那你等我一下 我就把我的电瓶车推过来 他说那我就不开车过去了 我说我也不是非要骑电瓶车 那天最后吃完饭 我俩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车辆 在同一个路口等红绿灯 他摇下车窗 我没有车窗 最后道别之后 我们分道扬镳 但那个分道分的是机动车道和 非机动车道 这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第一次正式约会 约在那个线下的读书活动 刚刚去两分钟 他就拉着我要走 我出来就问怎么了 他说刚刚在里面 看到他前男友了 说慧气 这个人不死了吗 我看他有点尴尬 我就说我懂 这个在我们节目叫复活 他听完看着我笑了 我说耶 脱口秀就是男人最好的郁美 后来每次见面 我就给他讲段子 逗他开心嘛 最开始我还要点脸 我还只讲自己的段子 如果那段时间 你听我讲段子 你会觉得 贾浩这个人 人生经历也太丰富了 大四还在四川学土建 延一就在割大学精算 暑假去了索马里鲁大厂 甚至抽空得了个红绿色盲 哎呀 我丢点这笔黑 就被丢点皮气泡 但他段子听得越多 品位就越高嘛 搞得我只好回去 读书这帮特殊演员朋友们 大家写段子 能不能有点新的角度啊 你不要再讲什么 你们拍戏啊 录综艺的段子了 我讲不了 最大的困难就是 后来他再陪我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经常会困惑 这个段子好耳熟啊 我说会不会 你梦到过这段 他说这句我也耳熟 后来在前辈们的处理下 我就和他在一起了 一起搬来到上海 才来的时候 他很喜欢买花 买了好多花 但我们租的房子很小 真的摆不下 最夸张的时候 电视柜上都摆满的花 不知道的 以为我们家电视机走了 我当时都不敢拿这个电视 放我的脱口秀视频啊 后来我也很喜欢 跟他一起买花 我才知道 他最喜欢的是向日葵 因为他觉得向日葵 代表着希望 我们挤在一个 二十来坪的出租屋里 但那个时候 家里充满了希望 上个厕所旁边都有希望 但我们那个房子 真的采光很不好 搞得一屋子向日葵 不知道向哪 一堆向日葵面面相去 都在想日的 我们该不会成向葵了吧 后来很快就迎来了 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准备了一个 我当时觉得很酷的生日礼物 我想的是我一个人去跳伞 我从飞机上跳下来 对着摄像机对他表白 比方说他叫寒梅梅 我跳下来我就喊 寒梅梅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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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用我们四川话 感应该是 感应该是 我觉得自己会特别慢的 但飞机飞到六千多米的时候 我就开始恐高了 我在那怂掉 教练就说 小浩 你坐我大腿上来 他好慢啊 我还提醒教练 我教练 这送给我女朋友的十二礼物 一定要提醒我说 我爱你 教练说 好的 抱着我就跳下去了 结果在视频里 我傻的 那个风吹的 我发际线都飘到后面了 我脸皮都挂不住脸了 我在前面整个人是懵的 教练就抱着我 一直在喊 我爱你 我爱你 男生永远会对自己的 创意类礼物充满期待 我把视频剪完 生日当天发过女朋友 我说 亲爱的 创意类的生日礼物 他看完就回了我七个字 我生日 你去跳伞 后面见面又笑着 问了我一句话 教练是对你表白了吗 我们是在去年的四月底 分着手 可能因为我去跳伞了 我一直觉得跳伞 这个伞字不太吉利 说伞就伞 我应该去跳河 我觉得说梗还挺巧妙的 跳河 当时因为一些 现实的问题 可能还有家庭的压力 他发消息提了分手 分手那天晚上 他在北京的家里 我在千岛湖 收到消息 我很难受 我很想挽回 但打出来的回复 却是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分开了 你在北京好好生活 如果以后有机会 到北京演出的话 请你看我们演出 请你吃饭啊 发完这条消息 我就觉得 哥们也太体面了 体面完 我在千岛湖边 那天晚上哭的啊 哭的有多难受 不怕大家笑话 我第二天看新闻 说千岛湖水 胃都涨了 淡水湖变咸水湖了 然后第二天 我到酒店前台 前台看我眼睛肿的 还说呢 您昨天没睡好吧 是不是也被 湖边那个神经病 吵到了 我当时顶着 肿着的眼睛 我就暗自发誓 假号你现在 现在只有事业了 今年线上多久节目 一定要好好表现 去年没有节目 最近一次 听到他的消息 是朋友告诉我 他已经开启了 新的生活 很好啊 如果你能够 看到这段的话 我想告诉你 很荣幸 跟你共度了两年多 美好的回忆 如果以后 你的婚礼 邀请我的话 我会去的 以婚礼化妆师的身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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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饭俗 你好 我是胡兰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还挺会做饭的 要不是写不出口 其实不会提这事 刚老师说的对 已经第五年 素材用的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 五年前 哥们刚出来的时候 讲就是哥们精英 哥们留学 哥们会做饭 哥们演太监 没办法了 其实在国外留过学的人 基本上都会做饭 就那个汉堡薯条 你吃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 要不然会做饭 要不然会壁骨 没得选 那个沙拉 沙拉更难吃 那个沙拉有的时候 不像咱们一份一份的 他那是 他不知道你吃啥 他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你自己选 什么西兰花 西红柿 牛肉片 就让你自己选 我就加一点 加一点 加一点 我说不用沙拉酱 我回去自己做麻辣汤 老魏都傻了 说你这是为了喝汤吗 我说不喝汤也行 那个叫麻辣瓣 对吧 博大精神 有的学了 而且 现在我们国内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把这个东西 这个生的沙拉 叫白人饭 只有我们这么叫 真的 国外白人不敢这么叫 他敢叫自己吃的饭 叫白人饭 黑人就炸了 你知道吗 而且黑人要知道 我们管白人饭 也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应该也很开心 黑人说 你们也有今天啊 几百年前 给我吃的 才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黑人也得说一句 天道好轮回啊 对不对 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天道 也不知道什么是轮回 但真的好 对吧 对啊 好 对啊 后来我就在国外 学着做饭 只要你在国外 学会做饭 你朋友可多了 就是天选留学生 天选留学生 本来一开始 我就做饭 想解决一些 大家的思乡之情 就做点中国菜嘛 结果后来 大家思念 越来越具体了 最过分 有一次跟我说 哥我想吃佛跳墙 我说你家庭条件可以啊 他说不是 我也没吃过 就是没吃过 想尝一尝 我说好 没吃过就好说了 佛跳墙的鱼翅 这上哪弄去 对吧 用粉条 鲍鱼太贵了 用猪肉 做完之后 我问他 我说去过东 没吐没去 好嘞 正东的佛跳墙 也有做不好的时候 做饭做不好对吧 做铺了冒了 家里多短路了 他说咋了 我说好像佛跳闸了 做饭不难 但做饭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 说做饭最难的是 要扛住周围人 给你那个情绪价值 他们太会了对吧 动不动 说好吃 比我妈做都好吃 我都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 阿姨做饭是什么水平 但是我就是开心 我就想给他做 他们知道 生活越苦 嘴就要越甜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同学 就扛不住 他也是 我们一口一个大厨 叫他 完了 飘了 慢慢都不知道 自己是来上学来的 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去上课吧 我在家做红烧肉 他说啊 他说家里开点火呢 不能没人 学校也上了课呢 教室里也不能没人啊 老师问怎么说 他怎么没来上课 我还在家开小道呢 对吧 去之前还挺开心的 咱都是一样嘛 在国内吃惯了那些垃圾食品 去了之后发现 没有原味鸡 也没有香垃圾 都没有 我说你们这垃圾食品 都不正宗 也没有新二粮烤吃 你还问他们 我说新二粮 不是你们这 都说是 新二粮是我们这 新二粮烤吃是你们那 就跟重庆 没有鸡骨宝是一样的 你们想想 一样是真的 披萨传到美国 美国人就 加了点菠萝放进去了 传到中国 我说我天 这玩意还能加菠萝 那一定能放榴莲 意大利人都疯了 说你们是不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披萨 什么是果盘 对吧 茶也是 茶是我们传到 到欧美的对吧 然后欧美人 加糖加奶 然后传回到中国 中国人说 这还了得 加了点芋泥 珍珠奶盖 又给传回去了 茶也是我们最早 传到印度的 印度然后加了点 什么姜黄 肉桂 豆蔻 然后传回来 我们说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喝吧 我之前就是 我那个美国室友 我一开始说 我妈给我带了点 东北的五肠大米 带过去 那个地方在上海 都不好买 那个大米 那个美国室友 也不懂 给我打成糊糊了 我说干嘛 我说你叫贴春梁吗 还要干嘛 给我气的 我都想去联合国 去告他去 我说五肠 能不能陪我五肠大米的 这玩意就是互相伤害 你知道吗 他把我大米打成糊糊 我就拿他牛排炖土豆 问我说几分熟 我说百分之一百熟 炖得可烂火了 后头计划 学生的时候也是 我去过那种 特别贵的餐厅 都不靠谱 就攒钱 穷学生攒钱去 去了之后 米其林攒钱给我上了 一个大盘 上面就是一个牡蠣壳 然后里面也没有牡蠣肉 一点汤 周围全是泡沫 说这个是那个主厨 对现在塑料 对海洋侵袭的担心 说它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我说你这个主厨 是不是表达于 过于旺盛了 去的人问我 说这个菜什么味 我说爹味 不是吃完一顿饭 我没吃饱 但我就觉得这个厨师 吃得太饱 你知道 而且现在怎么吃的吧 就是那些菜 动不动就是妈妈的味道 动不动就是爹爹的味道 你说这世界 越想越生气 你环保没问题 我又没侵袭海洋 对吧 我见过那种 咱们都见过那种 一个东西 它就值28 讲了个故事 卖98的 但我第一次见 讲了个故事 98不给我吃东西了 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不饱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得太饱 这俩事我都管不了 但是如果有人想 尝尝我坐的佛跳墙 可以找我 谢谢大家 我是东北河跳墙创始人 后来 大家好 我叫毛豆 我也是个老实人 也不会拒绝 如果各位有实在 追不上何广志老师的 也可以考虑考虑我 我比较好坠 我跑得慢 这是一个巧妙的开头 第一轮比较侥幸 也比得比较好 也是人生第一次 受到了很多粉丝四心 不过很奇怪 别人的粉丝四心 都是问什么 很喜欢你的段子 很喜欢你的表演 我的都是毛豆毛豆 好喜欢你的鲁大肠 还有跟我配方怎么多 我是参加的 厨王正巴 还有更过分的是 毛豆毛豆 我家狗也叫毛豆 关键是他真的没骗我呀 他为不了名字 叫毛豆 他弟 连骂我的都不一样 说毛豆那段 真的让人很反感 难道大肠 一定要用卤的吗 我都骂了 我说别人爱骂 是得罪饭圈的 我爱骂是得罪饭圈的 大肠还有粉丝呢 大肠粉啊 妈的我都不自信了 幸亏我随随随 带着我的一堂 五打口香糖 最幸亏 一打五糖口香糖 没事嚼两粒 自信没压力 嚼完一打 我现在就能自信的数 大肠还是卤的好 人生第四年广告 就拉胯了 我今天还是讲点 我当病时候的事 我当病的时候 有幸参与过 两次亚丁万的 护航行动 这种长时间的 海上航行 一般都特别的无聊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一两百天里面 没有WiFi 没有电脑 有时候单位会组织 用那个卫星信号 给我们关病 下点电影看 但是那个速度太慢了 当时给我们 下那个红海行动 下了三天都没下完 我们在红海下 红海行动 下了三天 我们都不如自己去行动 在海上我们要想了解点 娱乐咨询 基本上就靠打电话了 然后再口口向传 这就有个问题 就是传着传着 就传错了 当时庆余年 刚播出那阵子 我战友跟我讲 说听他老婆说 现在有个剧挺好看的 回去可以看看 叫庆年鱼 大肠我就知道 他念错了 我是个竹子 鲜鱼就没有庆这个做法 我说你肯定记错了 这最起码还庆鲜鱼 起码也得是庆正鲜鱼 还有去年我都退伍了 我在家里 我战友在海上 给我打电话聊天 他说听说 现在国内有个剧特别火 就床观那个比赛 然后有那个木头人 还有扣汤饼 最后不是只能活一哥 我说什么电视剧 他说教那个叫 巴鱼游戏 我说什么游戏 巴鱼游戏 是比赛比的 是抱饺子嘛 真的像我们这种 长时间航行 真的很造罪 但是我发现 很多人觉得 在船上很舒服 尤其是在船上睡觉 但是觉得在船上 好像海凤 轻轻地吹 海浪轻轻地摇 就像在婴儿床上一样 但这个海浪 是不规则的 大部分时候 它不是摇 它是踹婴儿床 就半夜一两点 你睡得好好的 碰就是一脚 鱼游戏 你怎么睡着了 刚被踹行 有点梦想 坐起来一下 刚坐起来 碰又是脚 鱼游戏 你怎么不睡觉 好不容易五六点钟 睡着了 碰又是一下 我说活不活了 让不然睡觉了 迷迷糊糊 我就听见班长 在我旁边说 小儿胡人挺狂啊 早上不做饭 你还有理了 尤其是我第一次 去护旁的时候 还是个心病 运船很厉害 我的战友们 也叫了我很多 运船的小喵招 我第一次运船的时候 他们叫我拿那个升降 擦胸口之后 有个穴位 擦好使 第二次他们叫我 拿那个洋葱 擦太阳穴 搞要是再不好使的话 可以嘴里含一个大料 第三次运船 我都不敢跟他们讲了 我感觉他们 马上就要起锅授油了 我天天晚上睡觉 只摆了酱 只摆了葱 嘴里还含个大料 郑贤鱼都不用这么屈性啊 全是包裹的材料 燕一晚上我都入味了 早上起床 我一开门 半条船都知道 厨子上半了 关键是这些办法不见效啊 那升降擦胸口 我擦了一皱 运船一点没好 胸毛长了不少 还问班长 我说班长 这些东西 你知道这些偏范吗 班长说我知道啊 我说班长 那你运船的时候 你试过吗 班长说我运船 我吃药啊 太强了 真的在海上航行 经常能遇到这种打凤浪 我们海军还有个传统 就是当凤浪特别大的时候 所以在最上铺的同志 需要拿绳子 把自己绑在床上固定住 要不一个浪就给你甩下来了 但是这个打绳结是个技术活 我们那个物全是心病 经常有那种 就是下班事好打 他绑紧了 上班事没绑住 那一个浪打过来 他直接甩 上班事甩下来了 那个腿还挂在床上 各位见过凤铃吗 茶铺子晚上一开门 一闻进蝙蝠洞里来了 最过分有一次 半夜一个浪给我吹醒了 一正眼瞎我也跳 一个人影儿在我眼前 荡来荡去 还喊我 毛豆啊 毛豆 你口帮我解一下呗 荡的我有点蕴船了 给我吓的 我说蕴船 听我叫几个小喵状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大家好 我是志胜 才两天咱们这个节目 官宣演员的时候 下面还有评论 说怎么看到托克修 还有徐志胜啊 能不能别请这些综艺咖来了 让托克修独美 不是怎么 大家都把我忘了吗 我是托克修绝美呀 才是一家人呀 回来认认认认认写稿 还把稿给乌兰哥看 乌兰哥说 这也没你在外边唱歌 真好笑呀 真的我在外边干点啥 丢人的事 他们都觉得好笑 就我丢人了 都不用看微博 他们自动就给我发截屏 发过来了 就是好事 从来没人给我发 猜我不喜欢 我说你们别老盯着 我这些事看 他说 也不是我们想看 系统推荐的 才我喜欢 给我发消息最多的那次 就是我跟着刘公宏 跳钞的那次 真的那时候是 跟着庚宏哥去新疆跳钞 天然痒吧 我跳了三分钟 缺痒了 我还在那问了 我说咱几点结束呀 庚宏哥说天黑就结束 我以为是八点 谁知道新疆十点天才黑呀 但我确实八点 就看见星星了 我还在那里跳舌舞 真的跳舌舞 我跳舌舞就是一个扭曲呀 我跳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有毒 但你也很难打到我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我的七寸 真的当时跳崩溃了 跳崩溃了 最后我在那里跳 那个本草纲目的时候 我都绝望了 我都听着那个歌词 如果华佗在世 我说那我也很难被一只 回来写稿压力确实大 都失眠了 都失眠 躺藏 睡不着觉 我都生气 我就特别怀念 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不让睡都能睡着 那时候上午第一节课 前十分钟吃个包子 倒头就睡 老师都急了 说这不刚醒吗 而且上的课越难 你睡得越香 高速课永远是睡得最香的 起来一看 下节课量子无理 说今天应该能进入深度睡眠 有时候赶上课 白天我就把八个小时睡满了 那个时候都得极力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睡 不让自己睡 都不让自己睡 在那瞪着个眼 最后都开始翻白眼了 老师都紧张了 说我这是选休克 你可别真休克呀 就是最后都控制不了了 都控制不了了 那都不直接睡 说我闭上眼 听会儿 在正常眼的时候都懵了 说这怎么周围同学 我都不认识了 我当时又在那儿 听不懂 走不了 还睡不着了 真的 失眠 失眠还去看中医了 还去看中医了 当时给人家说 失眠 约好第二天十点半 结果第二天睡过头了 睡了十个半小时 起来都懵了 说这中医是厉害 约个时间给我治好了 去了那还给我把脉 就能给我把脉 说你这平时 是不是能给人 提供情绪价值 我说 你这是什么脉相 看出来的 他说不是 我看过你中医 跟我说说 你生活是不是 平常比较压抑 我说你这也是 中医上看的 他说不是 这是弹幕发的 关键是他还脑在 能给我打听 脑在能给我打听 说广制咋样呀 忽然咋样呀 把我都问急了 我说你这到底 可是给我把的什么卖 我的人卖吗 太暴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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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把他说不好意思了 开始问我 开始在那问我 说问点正经的 说你平常喝酒吗 我说偶尔喝 他说 那你都是跟谁喝 我最后还查出来问题了 查出来问题了 查出来高血压 查出来高血压 我真的 我从来没想过 我自己有高血压 虽然我平时 确实会经常感到到眩晕 但我一直觉得 那是我飘了 就是医生当时 都不敢相信 在那给我量碗血压 说你165 我说啥呀 我171.6 这两天 得了高血压 还有一个小事 我现在觉得 我的抗压能力 变得特别强 就是我现在 无论外加的压力 有多大 我都知道 我体内有165的高血压 给他对冲 就现在怎么说呢 我面对压力 特别有冲劲 谢谢大家 我是志生 热腿干到199 把我手接不住 就是在游戏街上 家里的角色 冲用富岚 food 富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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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这儿等就行了 但是 他是一个rapper 我也是一个rapper 颠送对局 还得做呼喇 你记者拿回来了 呼喇太强了 我真的过去年到处丢人 我去年真的 丢人计 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 已经跟我很适配了 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 我一铲子压酒 我说硬的 有东西 再一看铲上专家脚上了 上综艺 他们让我去cosplay那个程咬金 看见都cos了两年了 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cos完评论 怎么能让我家哥cos这个 粉丝不开心了 我cos完 陈好金的粉丝不开心了 他们说我cos是中回 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 真的脱口秀的观众 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cos成小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洞图做成表情包 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 真的还挺要齿的 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 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 为生活卖艺了 真的 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 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 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了 我去录自家的节目 找我过去 我演了个太监 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 就是这胡子别刮了 要不然牺牲太大了 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 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 我刚当上太监 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真的 我不是夸自己 我这个工作我觉得 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 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 演太监的 我突然开始内耗了 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 出国留学 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 还没进大厂呢 先进东厂了 真的 我觉得有很多工作 其实不是我表现好 就是因为我想的少 别人都还在犹豫 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 不用犹豫了 我已经当上了 为啥我内耗少 就是因为我借口多 他把我丢人现眼的 为了脱口秀 为了观众 为了艺术 为了钱 前三样全都拦不住 到前那也拦住了 我从来不免费丢人 真的 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 都有两个小孩在辩论 我不是 我正方四人 反方没人 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特别火 很多人还觉得说 哎呀 好多人都得 还有好多人都治 最早就是从那个 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那个词出来 现在还有什么 中医治精神内耗 咱们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 但你说什么病 二舅和中医都能治 中二病吗 而且真的 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 哎呀 余华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谁谁谁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不要多问 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 你一问说 真治好了吗 又开始内耗了 说治好了呀 没治好 很多朋友都是 很多朋友就是想的多 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 领导PUA我呀 就是这些 我跟你讲 实话是说 我大部分领导 没有能力PUA人的 别往他们脸上贴金 真的 他们就想跟你砍砍架 扣打鸡笑 就这点事 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 你看大婶说 哎呀 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 她说三块 你说还三块一斤 这都不新鲜了 大婶不会觉得 哎 她怎么在PUA我呢 她知道你在讲价 她就会跟你说 哎呀 这都算不错的了 现在小白菜都这样 领导跟你说 哎呀 你怎么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哎 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 现在大元上都这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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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说你不行 你就说别人也这样 对吧 他要说别人不这样 你说我在别的地方 也不这样 互相PUA嘛 玩嘛 对吧 我跟你说 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 水平都差不多 他要那么厉害了 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 真的 你跟大婶砍价 对吧 你就说哎呀 三块 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 对吧 大婶说三块钱一斤 你说两块五 两块五 不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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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走了 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 精神内耗的 大婶不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小白菜 真的有它说的这么不好吗 大婶就会觉得说 就是在砍价 所以说POA是手段 对吧 少给钱才是目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是你看 骂我可以 砍价不行 你说我出去做活动 甲方说 哎呀 忽兰不好笑 哎 这个可以 他说忽兰不好笑 今天他钱就不给了 哎 这个不可以 所以说啊 说这些就是想说 很多时候 你没有他们说那么差 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 那你否定自己就为了啥呢 但是呢 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 都是方便理解的 你别说 哎呀 忽兰 你教过我的段子 我都试过了 很好用 已经被裁了 都好好找个好工作 谈个好价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哇 太好看了吧 这也 哎 大家好 容忽兰 我都傻了 我刚说完Kate 我就没想到 报应来得这么快 Kate好笑 真好笑 后悔了已经 哎 刚才已经说了 对吧 知道我们今天的比赛 先跟你们说说 我们两组 对吧 一组叫人生选择 一组叫人际关系 给你们讲一下 当时选择那个状况 他们跟我说 说我上一轮分比较高 我能做对吗 分比较高 我就有这个候选的权利 就我能候选 然后我进到选择那一屋 人际关系那一组 已经选满了 就我当然可以 选择这一组 踢掉一个人 然后在这大谈特谈 怎么处理人际关系 这样我就是 一不会选择 又不懂人际关系 对吧 我选来选择 哎 我觉得选择 其实不用讲 我们对选择理解 就我们讲一讲 我们当初是怎么 干了脱修 这行呢就足够精彩了 干这行之前 都是正经人 真的 哎 举个例子 你说你去北大 问问北大学院 说你们都是 怎么进来的呀 他可能说不出一个言 他说不知道 我可能就是分高 对吧 你要去监狱 说你们都是 怎么进来的呀 那是各有各的理由的 没人会说 不知道 我是怎么进来的 警察肯定说 那你再给我 好好想想 对吧 我干这行是 七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上课喜欢做个秀 不懂事 七岁 二年级 我就喜欢逗我同桌 小姑娘 然后在那逗她笑 那时候很聪明 老师开始讲 我就开始讲 这样声音 不就能叠起来吗 然后老师讲完 我同桌 开始笑起来了 后来老师就给我换同桌 给我换成那种小男生 就他以为我是那种孔雀 就是喜欢跟异性说话 其实我是鹦鹉 我就喜欢说话 那几年我同桌 就跟走马灯一样子 老师管不了我 就给我一批批换观众 那一时候我就知道了 说脱口秀不用换段子 换观众就可以 那时候我还有原则呢 我说我不给这些 学习不好的讲脱口秀 我说老师讲的 你都听不懂 我讲这玩意 你更听不懂了 真的老师后来管不了我 然后就邀请我妈过来打我 打了两次就老实了 真的不说脱口秀了 再不说脱口秀了 幽默成可归 生命价更高 谁能扛住地打 我都想过 你说把我放在那种教廷 就把我放在那 然后说 你说太阳是不是围绕地球转 我很可能会说 哎呀 太阳怎么会围绕地球转呢 太阳当然围绕着您教皇转呢 对吧 教皇转 你这是地心说 日心说 我说我是真心说呢 对吧 真的 我从小就知道 我剩哪块料 对吧 老师叫什么 燕雀安之鸿鸿之志哉 我说那鸿鸿安之鹦鸿之志哉啊 后来我妈打我两次之后 慢慢学习好了 咱智商还行 因为之前学习不好 是因为大部分时间 都待在走廊嘛 就没怎么经过课堂 不是听不懂 是听不清 你知道 后来 后来我妈又开始 供我读书 然后让我出国 回来又工作 结果兜兜转转 现在还在当鹦鹉 我妈说 嫂之后 只让钵鱼送你出国 又让鹦鹉 多学会了一种语言 这个就是我妈的人生哲学 就是努力是努力 选择是选择 后悔是后悔 就是选择不耽误努力 努力不耽误后悔 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你们今天选择来这看脱口秀 不好看 你就可以后悔 你就可以回去说 哎呀 有这时间 不如回去加班 对吧 你不会说 哎呀 今天我来看脱口秀 我只要努力笑了 即使没笑出来 我也不后悔 下次录制我还来 我还努力笑 最后节目组 被你们的努力感动了 把满场的脱口秀员 全给淘汰了 对吧 你真的那些人 在那边说什么 哎呀 选择之后 只要努力就不后悔 你说你选也选错了 奴也努力了 最后还说不后悔 双重否定表示肯定 三重否定 那就是嘴硬 对吧 哎 五松打虎 咱都学过对吧 人家电小二说 山上有老虎 吃了很多人 他选择不信 偏要上山 也可能是喝了点酒 我真都想过 那个老虎 要不在山东 吃不了那么多人 你想想看 真的 我觉得五松 见到老虎 肯定心里后悔啊 说哦 那之前吃那几个 该不会是一松二松 三松四松 我是五松 大王堕落了 对吧 就觉得说 哎呀 我怎么比老虎还虎 后悔没用了 打吧 对吧 一山容不得二虎 对吧 怎么办 最后只能努力 把老虎打死了 我觉得五松醒了之后 也后怕 你想想看 五松醒了之后 绝对不会说 哪有老虎 我还要打 肯定说的是 下次不能再喝这么多了 对吧 所以说选择上山 不耽误 后悔选择上山 努力打虎 也不耽误 打完虎 觉得说 下次能不打 还是不打了 所以选择这事 就做成功了 做失败了 总有人说 哎呀 你看看 我早就知道嘛 下次遇到这事 其实还是一样 不知道咋选 还不知道咋选 到这儿 你以为这个地方 会有鸡汤 其实没有 因为 鹦鹉他就顿不出鸡汤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鹦鹉 谢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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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一下一下 哈哈哈哈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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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吧 朋友们 哈哈哈哈 哈哈 投票吧 哈哈哈哈 这个 就是我这一季 那个表现的 一个整体概括 就是马斯前提 你知道吗 哈哈 哎 撤掉 为啥我敢接在 漫才兄弟后边 真的 因为他们这种场子 只能用名气应接 你知道 很开心 很开心 最后的主题 开心点 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没有那种朋友 就你跟他在一块 真的很难开心 我有个朋友 叫小块 一个著名的拆二代 你知道吗 这种我俩真的挺好的 我第一次吃榴莲 就是跟他 我当时路过一个水果摊 我又跟他说 我说哥 我还没吃过榴莲了 他就给我买了一份 然后我吃了一口 我说不行 这个榴莲坏了 哈哈哈哈 他都急了 他说你就是野猪 吃不了锡钢 它就这个味 然后我又吃了一口 我说还是不行 然后他就自己吃了一口 说啊 这个确实坏了 哈哈哈哈 我俩真的是 特别好的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直到他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 非得拉着我 合作一个俱乐部 非得开一个 脱口修俱乐部 跟我说名字都想好了 叫开花 我说为啥呀 他说这样 才能结出硕果呀 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个事 就是跟他合作 开了这么一个俱乐部 跟一个富二代 创业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个俱乐部开业的 第一天的最大的一笔开销 是他自己给自己发了一笔工资 还跟我说了 这是这事 怪不得大家都想创业 这挣钱四块 哈 我说你这都不是挣钱 你这就叫套现 我当时我就彻底明白了 开花的真正含义 就是钱到账了 开花 真的 他作为一个老板 他其实少干点活 就挺好 干什么 非得亲力亲为 我们第一场演出 要写公众号推送 他非得亲自写 一个脱口修演出 从三国开始写起 写了一万多字 我最后我都急了 我说你写了一万多字 都没把公票链接放进去呀 他说这事 你就是图 你点击一下那个图片试试呢 我就点了一下那个图片 图片就放大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我看那个演出海报 演出海报 在同一时间 同一批演员 要在两个城市上演节目 我说这当上老板 怎么先学会 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了 然后好容易开票了 好容易开票了 我还问他 我说他那个票卖得怎么样 他说还行 开票五分钟 亏了五千 我说这是咋做到了呢 他说他不小心 把180的票 跟480的票开反了 前去180 后去480 观众以为我们 从后面往前沿 这个据入了木 开了三个月 给我说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说坏消息就是 第一个月就亏了12万 好消息是 剩下两个月只亏了3万 关键是这个时候 给我提出来要分红 我说亏成这样 咱分啥呀 他说就是分一下 这些亏损谁来补齐 我说行那你说咋分 他说你红 你多分点 真的 但演员们去那还挺开心的 演员们去那还挺开心的 因为他真的带着大家 住那种还挺好的酒店 然后吃大龙虾 朋友们回来都给我夸 说块儿跟着买买 做的是真仗义呀 你知道吗 他住大酒店 朋友们住就住了 他自己也得住 不是你在身边住房子那样 他说住的房子 哪有酒店舒服呀 我们公司唯一 都不好意思了 知道是谁在替你们负重前行了吧 唯一正年的一场演出 就是我去演了一次 真的正前了 真的正前了 就那一次 他想起来空之城卖了 我住的 他住的房子呢 而且不光在这 他还自己给我说 找了一个便宜的卖票系统 说手续费特别低 我真的 我还挺开心的 直到他告诉我 同一个座位 卖了四百多张票 我都急了 我说这印度也不敢这么卖呀 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是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是还有四百多个周恩人没卖出去 然后当时就得打电话给观众道歉吧 他跟我说这事为了表示歉意 表示这个真诚 这个电话你亲自打 真的那一下午我在那啥也没干 就在那打电话消城你知道吗 消一城一城还有一城 我就感觉我在那玩了一下午 羊了个羊 本来真的说个丢人的事 说个丢人的事 我俩当时就是决定办这个俱乐部的时候 还彼此承诺在那里 说咱们无论挣多少钱 都不能影响咱们兄弟们的感情 真的办了之后才知道 只有挣钱才会影响感情 就我们现在俱乐部这个经营状况呀 我跟坤哥一辈子的好兄弟呀 天啊 我是二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连的演员毛豆 各位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个喜欢健身的阳光运动型男生 我现在买衣服都不太好买了 以前我还能挑一挑款式 现在我现在只能挑颜色了 我妈妈给我买衣服 那颜色都不挑 前两天给我买了件睡衣啊 粉色的 纯粉色一点杂色都没有 各位有280斤 我这个身材穿一套粉色的睡衣 站在十米之外 你就觉得路边是不是有头柱啊 有头柱啊 哇 莲花 粘起来了 就那个衣服还是两排扣的 这个特别有话在这 但是各位不要看我现在这个身材 其实我是个退伍军人 真的 各位能猜出来 我在 各位能猜出来 我在部队的时候具体是干什么的吗 随时班 随时班 谢谢 谢谢 这就是刻板印象 你看见胖子挡过病 你就说的是随时元 确实是 确实是 其实我在部队跟我分头随时班的时候 我也不太好意思跟家里讲 其实我当时毕竟是心病嘛 技能不熟练 我在家 这时候切菜的时候特别容易切到手 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 我五个手指头上绑着全是双隔铁 我妈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妈说部队是不是送你去谈孤正了 这个古灯在这儿你太好了 你是文艺病啊 后来我就总结了 别人问我当病的问题的时候 我只要回答一半 或者是被动回答 就会避免很多尴尬 别人问我 你当过病啊 我说当过 比如说你还是还去 你还去护过行 我说对啊 去过 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厉害 好像甚不可测 我要是跟他讲 我在那个威祭祀福 镜头海浪的亚丁万索马历海域 我在那儿卤大肠 哎呦我的妈呀 他就感觉 这也就是个乘缝碰浪的厨子 真的我当了八年兵 我是第三年的时候 跟着建区压丁万护航的 一开始我妈还很反对 我妈说护什么航 又脏又累 跑这么老远还危险 你去那干什么 我说妈 我们护航是有补助的 而且多光荣啊 我妈说不是钱的事 咱驾兄你一个孩子 你出点事怎么办 我说妈 我们护航去一次能给个十四五万吧 啊 这是什么技巧呢 那你注意安全 就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希望我安全 我妈其实也觉得护航这个事是很光荣的事 还跟我家里人讲 但是别人都还行 我姥姥啊 有点耳背 她就听完我妈讲完 立即给我打电话 说小猫啊 我听你妈说 你要去索马里干厨子了 说去一次能做好五六十万 我说姥姥啊 我是当病的 我是海郡的 我又不是海盗 万批斯 而且我家里人好像也不太知道 现在海盗是什么样 因为临走之前 我妈还给我发微信 她说看那个电视里 海盗特别危险 穷凶极恶 养那个大丈鱼 这么大个人 都把船都拽水里 我说妈 那是加勒比海盗啊 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 而且我们护航去一次时间很长 去一次能去二百多天 我妈也很想我 但是我妈表达想我的方式啊 太现代了 她发短视频 就是一片画海 上面有一行闪着光的大字 儿子离开我的第174天 画从中间还铁了一张我的招片 底下好多评论的呀 基本上都是拉住拉住 双手合十 我二大一还转发到朋友圈 挨他我妈 怎么 齐子们被叫我呢 摧尸辫也这么危险啊 我妈还回复她 说我儿不是摧尸辫 我儿是弹孤症的 文艺病啊 接到一下我叫毛肚 脱口秀的观众也知道 心疼他们脱口秀家的哥哥们了 大家好 我是乌兰 最近有点忙 因为节目播出 时不时的就要去网上看一看 大家对我的谬赞 或者是去老领导的直播间 去卖卖牛肉干 在前面呢 在前面在看奥运会 中国队夺金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掺和 我看了十几天的奥运会之后 我想明白了 就人运动员为什么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在自己 还有比赛还没搞的时候 去忙着看别人比赛 但是我太爱看了 我除了霹雳舞 我看不懂之外 我其他啥都看 霹雳舞给了我一种 有朝一日脱口秀 也能进奥运会的希望 对吧 我想过你说有一天 如果脱口秀进了奥运会 咱奥运会面向的是 全年龄多少的观众 对吧 肯定是不能讲脏话 不能讲色情 不能讲暴力 外国学长都不会了 对我们没有丝毫影响 脱口秀不就应该是这样子吗 我们从16年就开始备战了 奥运会很多项目都是我们祖先生存的技能 你连起来就是打猎的过程 你看射动物对吧 射中了 你就得上去举重 射不中就得赶紧跑百米 是要跑100米还是跑400米 完全取决于你射不中的是什么动物 对不对 你跑到雪下边往下跳 对吧 是3米台还是10米台 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面有水 对吧 你想想看霹雳舞 脱口秀 这些不是生存技能 这些是嘲讽技能 对吧 这些都是把动物抓起来以后 开始 啤雳舞开始上响 开始睡 你想想看 我们为啥看运动员的时候 破了世界纪录这么激动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些运动员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 如果早睡早起 勤学苦练 天赋一柄所能达到的极限 对吧 你想想看 波尔特跑步能跑9秒58 就说明我理论上也能跑9秒58 我能跑多少你别管 大于等于9秒58 对吧 你像总说的什么 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波尔特是人 波尔特能跑9秒58 我也能跑9秒58 就咱这个逻辑的混乱程度 AI一时半会儿取代不了咱们 对吧 咱这个思维就是 比动物快 比AI乱 跟动物比聪明 跟AI装傻子 不会啊 都在比 体育在比 文艺也在比 对吧 比唱歌 比脱口秀 观众喜欢看比赛 对吧 我作为观众我也爱看 你说 我为啥爱看歌手呢 就对于我这种舞音不全的人来说 不比赛 我都不知道他们谁唱的好听 对不对 分数一出来 我说对对对 就他唱的好听 我就知道他唱的好听 不像我们海天有机酱油 我都不用比也知道 三方认证真有机 更健康 而且说实话 你看那个奥运会 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赛制 跑就是了 跳就是了 奥运会跟咱们这个节目一比 你就会发现 高端的赛事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赛制 白米不会搞什么 大块圈 没块圈 好块圈的 现在还有爆块圈 什么形容词 你说一个人说 这个人跑得好快 可以了 说不行不行 这个人跑得爆快 对吧 大家总说我爱比赛 我不是爱比赛 而是我知道 我爱不爱比赛 都要比赛 在这比我爱比的比赛 就要出席比那些 我不爱比的比赛 你看刘老师吐槽 什么赛制规则 我觉得这至少有规则 不参加有规则的比赛 那些没规则的比赛 更扯 跟你讲 以前我接过那种广告 钱不少 说是那个老板的女朋友 喜欢我跟老板推荐的 过了段时间 又不让我去了 好像说俩人分手了 就恶明其妙的 我说大哥你不喜欢她了 怎么也不喜欢我了呢 对吧 我说怎么的分手了 就不花这冤枉钱了 是吗 我就这一干活了 怎么还陷入到了感情漩涡了呢 是我承诺的太多 还是你原本给的就不够 所以说我觉得 我有机会在脱口秀舞台上 比业务是开心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周围的很多同龄人 每天就比酒量 因为你要陪客户 要陪领导喝酒 脱口秀也可以陪公司领导喝酒 但是没有用 你想想其他公司 什么陪领导喝酒 喝开心了 说可能提拔你 或给你点业务 脱口秀行业 你陪领导喝开心了 他只会天天叫你陪他喝酒 我不给你业务 他耽误你业务 所以说你说和外面相比 我还是觉得 我们这行业还能好点 你看我想陪领导喝酒 就陪领导喝酒 我不想陪他就不陪他 你想想看 我想陪就陪 其实就是领导在陪我喝酒 最后就想说 我真的我觉得 我非常幸运 能比到这个 我擅长还喜欢的比赛 真的 非常幸运 谢谢大家 我是胡兰 哈喽 各位朋友们 我是志胜 好人气 谁敢挑战啊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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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之前确实一直在跨界嘛 是因为脱口秀 有一段时间确实没什么火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说 自称你在外边好好发展 你要相信脱口秀一定会好的 我就在外边开始接中意 演电视 甚至当上了男一号 就说脱口秀会不会好 我是不知道 我是越来越好了呀 脱口秀再不好呀 我可能马上要拿 我可能马上要拿 鸡鸡奖了 领奖词我都想好了 就是我的成功离不开脱口秀的离开 他那个劲很大 逗出老牛 确实去年很多人都说我最大的突破就是挤进了演艺圈 现在给大家说一声 又被挤出来了 因为演戏真的太难了 我在演戏之前特意还抱了个伴儿 老师让我演了一下 说根据我演的确定教科内容 演完之后老师都沉默了 说自称咱们接下来可能主要学的内容 是如何面对网友的恶评 真的不会演戏 就会演脱口秀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呀 台词但凡长一点 我这个手啊 不自觉地就举到这儿了 也不看对手演员了 开始找观众 导演都急了 在那儿说咔 我在那儿谢谢大家 我是这事 演戏还得贴合角色 我当时演庆余年的时候呀 我当演庆余年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 就害怕我演饭闲 说我容易把饭闲演成闲发 还有人把我的海报给披了一下 披成徐志胜饰演范贤 下面还有人在那儿问 说这是什么版本的庆余年呀 说这是打算在越南上映的庆余年 最可怕的是第一集 范贤还死了 大家真的担心了 说第二集 范贤不会变成徐志胜走出来了吧 当时去演的时候 导演还跟我说 说志胜这是大场面 五百个群演 我当时都担心了 我说我这能压得住吗 去了发现我是五百分之一 在那儿演个殊死 真的 总共就七句台词 在那儿 小贩大人 小贩大人来了 这就两句了 就这网友还吐藏了 说一个江南小丽 一口的山东口音 我在那儿也委屈呀 我说我们山东人 在哪儿不考公务员呀 我快出来的时候 弹幕也多了 全是前方高能 注意避险 我出来的时候弹幕更多了 把我的脸全给挡住了 演完庆余年 我就去演南一号了 大家更不理解了 说腾讯 你是真恶了 甚至都开始有人传了 说我是腾讯太子 大家真的别乱传 父王会不开心的 就别人在那儿演戏 都是怎么完了 演员和导演被资本绑架了 我在那儿演戏都是 完了 资本被徐志成绑架了 真的我也能理解 没这样的男一号是吧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村里拍戏 一个大妈非得冲过来看 还有人男人不上看 大妈急了 一指我 说他是哪个村的 他怎么能看 演戏也是 演戏也是 我在那儿刚演完一场 在那儿休息了 一个群演大哥 凑过来说 兄弟 没想到你台词还挺多的 男一号 男一号还要给我找替身 朋友们 找替身 我找替身 不容易啊 导演还把照片给人家 说你就按这个找 人家在那儿说 这个在我们这儿 就是替身 这个剧马上也要播了 网友都表示 害怕 怕自己想看 所以回来讲投票 真的是很开心 但就有一点不太习惯 就是讲完之后 没人喊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不该结束 谢谢大家 我是资本 谢谢 太强了 太强了 太牛了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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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 这 谁怎么打 我 谁怎么打 我 谁怎么打 太强了 太强了 太牛了 这谁 谁 谁 谁能打 大家好 我叫毛豆 第一次站在二楼这么高的地方 讲透口秀 很多老师站在这个位置 都很紧张 我不一样 我站在这儿 整个二层都开始紧张了 这个我 我如果等会被淘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 老师N这个电梯扭 我一个大跳 我直接就下去了 但是我给你介绍 我是一个退伍的海军 崔士兵 我实际上就是在 黄岛江南这个地方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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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伍回来 我还给 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 退伍回家干得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儿 彭里录节目 班长说彭里 你退伍杨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是他们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崔士班有道菜 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末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 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 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末之后 我把肉末又烙出去 去做虎逼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梦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搬架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设外的宴请活动 建设让我们崔士班学几个 能拿得出手的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儿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鸣木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鸣木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 不用买 炒完之后真的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 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的 我另一个战友更完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 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 东北大阪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宾凯撒 真的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宾这个凯撒大阪菜 意大利炒方便面 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 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我弄个串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豆腐皮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机会 打破一些大家 对崔士园的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士伴的印象 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士园呀 灰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普通话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 是招着我刻的 崔士伴现在 但凡有本教合书 我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听到那名崔士伴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全集里面 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 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背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 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fashion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过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 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 断了一盘菜 放了这 这里是毛豆 AKA崔士伴教授 来自大连 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 让你们南方即销 出门都掀气飘飘 最后本还在来个 别来正面 没想到还能在这舞台上 看到说唱 评委都梦了 评委说 我不沾边 我怎么尝菜 而且你们猜 你土兔吗 干什么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大家好 我是木兰 一开始他们说 总结赛第二轮 有题目 我说到这时候了 还命题作文 结果他们说 题目是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这题目真好 最后五分钟我想 这咋写跑题 咋写都不会跑题 我就高考语文 作为题目 这样多好对吧 这八百字 我想写为题 写八百字 真的 我写不出稿 我刚才说 论道 蹦极 我还去海边 去找灵感 本来还想 我说一做一天 会不会有人认识我 看我啥的 结果就海边 那个救生员总看我 都觉得 这人这么痛苦 是不是想跳海啊 但这文化水平也不行啊 这一封一书 都来了三天了 还没写完呢 其实写稿 不应该去海边 因为大海 不光不能提供灵感 还容易让人豁达 我在海边想一天 搞没想出来 人想开了 我觉得做大盲 有什么意思 我想做大海 大海多好天天 涨潮退潮 涨潮潮上来说 看看这人写成什么样吧 就一看什么玩意儿 退潮了 真的大海说 像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就在这个地儿 上一个 这么想当大王的 那还是齐桓公 我说那大海 你知道吗 齐桓公跟脱秀大王 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得靠观众 太硬了 最后一篇了 就想让观众们快乐快乐 真的写不出来 我跟导演说 我真写不出来了 导演说没事 想开点 我说行了 就不写了 他说哎呀 你想到太开了 我说一天天的 要我想开 都又不能想到太开 我说一天天 活得含暴待放的 男人花 摇曳在红尘中 一样对吧 我现在也不做规划 规划没有用 你想想看 19年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说 三年后 你会因为疫情 在青岛路托武 然后在总决赛 争大王 这一句话 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什么是疫情 怎么会在青岛 脱油大会能搬到第五届 我还没拿大王呢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 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 都是问我 说昏老师 你是怎么辞掉 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 参访到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 再过两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挪泳 有没有想过 本来人家没在挪泳 那泳库不是被潮水 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脱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库 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 我现在就是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总理好笑乐 嘎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 我看的已经够难受 他演的一定比我还难受吧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我们出去拍广告 程璐我俩 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程哥 要不然咱们还是 好好说脱口秀吧 程哥说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 演了脱口秀 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猴玩了 多好 开心 最后我想说 最后我想说 我没啥想说的 都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大家 我叫毛东 确实一片连冲两次 有点受不了 有点累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其实我不是一刀不对 就开始学做饭 我一开始学的是导弹转业 我原来在上海讲 一个大哥还问我 不对导钻 还有转业的呢 当时我确实没学好 因为我当时 本身学习能力就差 然后性格还马虎 我们有一次 模拟对抗训练的时候 我把那个点都标错了 就本来应该 废向栏放那个导弹 朝着洪放就打过去了 我们就是洪放 发射的时候 我还在那纳闷呢 我说对方怎么 一点防备都没有 命中之后 我战友都梦了 从哪打到导弹 栏放战友一梦了 对呀 谁打的 后来我就去随时伴了 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 跟家里讲 我去随时伴了 我弟听了 特别兴奋 他成天看那个 我是特征病 那种剧女剧 里面特征病什么 都是隐藏身份的 都是倡库 保管员 随时员什么的 他听完给我 喇到一遍 说哥 那其实呢 我说其实我不喜欢做饭 我弟他对部队什么 不太了解 真的他知道 我震的是随时员之后 特别扫兴 还问我随时员 属于什么病种 我说什么病种 随时病用猜到的话 应该属于近战病种 这一季我讲了很多 关于部队的事 实际上部队的日常生活 都很紧张 枯燥 尤其是出海 一般都靠聊天 一两天还行 我跟我战友在一起 待了把年呀 现在感情特别深 几乎不讲话了 聊干了 小时候他爸打他那个段子 我听他讲了十起遍 真的 他讲到第五遍的时候 晚上做梦 他爸都开始打我了 但是部队生活 也有快乐的时候 比如我们海军 楚国访问的时候 我跟我们建 去过整个阿拉伯半岛 所有的国家 的加勒服 本来我想买点东西 我打听一下 当地除了石油之外 最便宜的是摄氏品 说平均都比国内便宜一两万 我就看了确实便宜 一条红微博 打完折才卖十四万 我当了三年病 总共攒了十二万 我买条微博还大两万 回家我妈问我 当病攒了钱哪去了 我说妈 我说你别不信 你看我这个微博 我妈不得拿微博累死我 而且我这个身材 串着黑短袖 我带着红微博 我在那装球球起额呢 我在那 出门吃饭特别麻烦 出门我们逛找饭店 就能找两个多小时 而且我们厨子点菜也麻烦 但是我发现厨子点菜 就特别的自信 到一个地方之后 虽然菜也不认识 语言也不痛 但是我就是觉得 自己肯定能懂 我啪啪一堆点 四个人点了七张饼 一点馅都没有那种 老板都梦了 老板这帮人是来化缘的吗 上完菜都不走 我就在旁边看着 还试探性地问我们 Do you need water? 后来最后通过手语 还是点上菜了 但是他那边吃饭 没有餐具 我还问老板 我比划 我说老板有勺吗 老板一连梦 老板说中国人挺讲究啊 吃饭之前耍牙吗 是要 我讲了这一句的 都是除了随时半的事儿的 其实我真的 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最后五分钟 我就想说 大家吃好喝好吧 祝大家厨艺进步 谢谢大家 我是毛豆 好可爱啊 大家好 我是小家 哎呀 节目到现在 我终于理解了 这个名字的意义 就是脱口秀 和他的慢财朋友们 我第一个播出呢 收到好多的评论 有个大哥跟我说 他说 你能不能不要再上 语言类节目啊 对其他选手不公平 给你的都是同情票 所以呢 我明年不来了 我明年上 腾讯的 超新兴运动会 大哥可能还怕我不看评论 还私信我 我在想你在外面 说闲话就说闲话 怎么还在家里 单挑 我没忍住 说到底哪里不公平 他说 你想想 一堆口条顺的人 和你一个 口齿不听的人比 这公平吗 我一时分不清楚 对方是敌军 还是有军 我说你也不要太心疼我了 后来他也急啊 他说 你爱比就比呗 反正你都被淘汰了 所以复活那天啊 我就把视频 私讯截图给他 我每一阵比赛 我都会 想到这个对话 然后我就会热血 会腾 今天走到半决赛 我想为他 赢得全世界 其实从节目里 真的有收获到很多东西 前两年的节目里 说想演个反派 真的有个话剧来找我 要演一个杀人犯 一个乐观的杀人犯 还说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在想一个杀人犯 还要怎么乐观 在外面杀完人 回到家说 今天杀得也太棒了吧 后来呢 因为很多原因没有演唱 前阵子呢 制作人又过来找我 他说又有个角色 超级适合你 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博士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角色 我说你想让我演霍金 就直接说吗 没办法 没办法 老天给饭吃 这碗饭我还可以一直吃 边吃还可以加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蚝油 没办法 海天也给饭吃 我答应下来了 然后排便这两个月呢 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上个月和剧主去采购轮椅的时候 我就坐在轮椅上 听店员在介绍 然后老板从里面走出来 我就从轮椅上面站起来 给老板吓坏了 老板说原来你可以走啊 我开玩笑我说是你家伦理给制好的 然后我没走两步老板说要不你还是坐回去吧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对我真的有误解 我跟朋友吐槽这个轮椅操作难度很大 他说啊我以为你从小就会控制轮椅啊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从这个轮椅上面长出来 我这个角色呢烟瘾还很大 要在轮椅上一直抽烟 连洗澡都在抽 我在想都做轮椅啊 要不然咱们就少抽点吧 我平时没有抽过烟 有一场戏呢是要抽着烟 然后对着约会的女孩 耍帅 我抽了人生的第一口烟 眼睛鼻子嘴巴淋在一起 整个剧组都笑疯了 他们说感觉回到了晚清 历史课本都活了 我搭档的那个女演员说 没有帅到 但有被笑到 最过分的呢是他们把我抽烟的视频拍了下来 附上了几个大日 吸烟有害健康 最夸张的是这部剧的洗澡呢 是真的在舞台上吸 这对很多新演员来说应该挑战挺大的 我第一天拍电影拿导演就给我做思想工作 他说演戏这件事啊 要为艺术做点牺牲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你先把裤子穿上 我是做好这种牺牲啊 但我感觉观众没有准备接受这种牺牲 他们来剧场看的那个表情 好像在说这个票价能不能退一点点 而且前几天就是有个观众说 晚上看了小家洗澡 还不如回去看国足零比七 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嘛 我又没有折磨你们九十分钟 我使脚很快的 这个话剧啊在上海演了十天 我每天都请这些脱口秀演员们来看我洗澡 他们看完出来呢都不说话 我就知道有后劲 上头 真的喜剧使人快的洗澡使人沉默 这个话剧啊明年会在全国寻演 我呢也会全国寻洗 我最近有个想法 就是想邀请私信那个大哥来看我话剧 作为报复 虽然真的演到戏 但是我真的还是很想演一些反派的角色 我对反派有执念 我想演那种就是性格古怪的黑帮老大 然后体弱多病 然后遍体瘾伤 反而很多人质在仓库里面 不给钱就失票 然后有个人质说 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说不可能 在我这人人平等 我不可能给你同情票 谢谢大家 哇这个体好好走啊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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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明星 今天特别荣幸也很开心来到脱口秀 和她的朋友们 林更新 今天很火的 大家知道吧 还行 玫瑰的故事里面 演了个方邪文 演得让人咬牙切齿 在网上 特别狠 我跟你说 更新 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我最近呢 偶尔也会被骂 您 最近 是最近吗 不是最近二十多年 生活要有边界感 那 好吧 顶多 十年吧 我最近也看了这个剧 我看到很多评论 也是在夸她的 说看完玫瑰的故事 被林更新圈粉了 看看人林更新 比起那些小鲜肉 我还是更喜欢 林更新这样的老男人 我跟这位朋友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喜欢老男人啊 我推荐 张绍刚老之 张老师 有没有那种更纯粹一点的好评呢 更纯粹一点的好评 有 非常纯粹的好评 就是 海天蚝油几几瓶 想用多少 几多少 正理 道理都可以 一滴不漏 海天蚝油几几瓶 推荐给大家 每一瓶都是好评 行不行 这个好评怎么样 确实 是 这个真的是好评啊 您推荐的这个 比我刚才推荐的 好多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我消化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位朋友 不是一个特别有边界感的人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当夸我 但是 好像又没有怎么夸 夸了 但是不管 夸还是不夸 咱们两个 好好地酝酿酝酿 如何在这个舞台上 把更多的夸奖 送给我们的 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好不好 好 舞台留给所有的脱口秀演员 热烈地欢迎 林中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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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我不太好 这个节目 我今年来录第三次了 第二次让我开场 我是能开 但我没有那么爱开 怎么 我是喜剧的钥匙嘛 今天聊人际关系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的短视频平台的 slogan都充满着迷惑性 它鼓励你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每个人 every one 我妈听进去了 她现在随地大导演 就看见什么就拍 整个人像一个 会走的监控一样 哇 哇 豆豆站到那棵树面前 哇 你说这个视频 能传达出一些 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儿子听得懂人话 她可以一个人 站到树的前面 每一年过年聚餐的时候 是我妈最忙的时候 她会守在那个包厢的门口 像站在扫地机器人上面 没有人可以躲过她的镜头 都来了 大舅舅 小姑姑 这是我们家大明星 来打个招呼大明星 我真的没有想好 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来迎接这颗镜头 我通常摆的是 我最假的一副面孔 哎 哎 哎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没有人会这样跟你打招呼的 除了林娜贝尔 没有人会 哎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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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家里人 没什么边界感 还可以接受 我很烦那种路人 没有边界感 尤其是那些 拍room tour的自媒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在上海 女子在路上 经常会有个人 从绿花袋里窜出来 拿一个黑色的麦克风 怼到你面前 先生 你在上海一个月的房租 多少钱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我现在能突击你吗 哎 人和人没有边界了吗 我是那种非常需要 私密空间的人 没有人可以去我家 我住酒店 那没有人可以 进到我的房间 我通常一到房间 我就挂 请勿打扰那个牌子 有时候我觉得 一个不够 我会去旁边的房间 我再偷一个牌子 我挂两个 双重否定 肯定别想进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 永远是一个 不对外开放的状态 我的出租屋的 NBTI是ISFP 一进去就是那种 没有收拾的快递盒 没有洗的碗筷 我们批屋就是这样的 他还会对我的房子 指指尖点 你们家居然没有阳台 怎么 我们家的阳台 是没有涨出来吗 我租他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没有阳台 这是我当时 能租到的最好的房子了 这么多年 我工作努力不努力 工资涨没涨 我心里没数吗 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当我的房产 需要被强制执行的时候 执法人员 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打开记录仪 我们今天要封的是一个什么 小明星啊 说是 搞吐尔秀的 也不大 二十平 一个人就疯掉了 走了 感觉我妈特别适合干这个事 儿子站到那个门外面 你们这个行业他房是快 走吧 你没家了 我最烦的一种视频 就是那种自律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把自己一天自律的生活拍下来 给我这种不自律的人看 给我制造焦虑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手做咖啡 养生茶 阅读 也没个工作 你都这么自律了 你找不到一个工作 而且你看起来这么没有事儿感 没必要每天五点半就起床吧 我没有夸张啊 他们视频的第一颗镜头 基本上就是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 按钓的那个五点半的闹铃 说明什么 他们至少五点二十就开始架机器了 也就是说 他们五点二十架完机器以后 回到床上的那段时间 他们在表演睡眠 表演睡眠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我五点二十起来上个厕所 回到床上再一睁眼 十点二十 怎么可能有人五点二十醒的来 而且你们知道他们醒来为的是干什么吗 他们为的是拍一个去窗边看日出的画面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一个人生项目 从小我就被外婆教育 你不要盯着太阳看 你的眼睛会吓掉 而且为什么会有人试图向别人展现自己的自律呢 你们真的会被别人的自律激励到吗 哇好好哦 我也想像他一样 每天五点二十我就起床 我起来喝咖啡 喝养生茶 我在想如果你每天 你五点二十你不起床 你多睡一会儿 你是不是都不需要喝咖啡 你都不需要用养生茶来续命 多睡一会儿吧 然后他开始做早饭了 永远都是那么几样 吐司 牛油果 一定要吃牛油果 吃牛油果你就自律 然后他开始做 我一直想做 但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他开始搞卫生了 他倒是开始搞卫生了 他开始换洗他的床单 他明明昨天刚换了床单 这个觉睡得有那么脏吗 你不是就一个人睡的吗 我有点难受啊 咱们要说 撸他的猫玩他的狗 用那种不用弯腰的吸尘器 吸本就一尘不染的地面 把床单晒到阳台上 饿了 哎 又饿了 给自己做了一份奶油培根液面 吃完了以后 晒了太阳 他就睡了 睡了 你不能睡醒在干这些事吗 哎 他好松弛啊 他的松弛焦虑到我了 没有打假博主 去打假一下他们的视频 谁知道他是不是下午拍的 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 美国监狱里那种自律视频 哎 那也太带劲了 早上一起来 兄弟们 又是自律的一天 今天的OOTD 成色多巴胺 看烟早饭 牛油果 一面 吃完了去放风 哥们今天练胸 练完了回来收拾一下 他宿舍啊 看一看 也不大 20年 没有阳台 连窗户都没有 这个是我的摄友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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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布军 谢谢大家 今天聊人际关系啊 说实话 我觉得成年人交朋友 还挺难的 我就很羡慕我女儿 虽然她只有七岁 但是她交朋友太简单了 我女儿出门啊 只要看见可爱的小孩 就会直接上去 你好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然后他们就一起玩了 玩得巨开心 我看见帅哥 总不能直接 连更新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好帅啊 她说OK 姐妹们 优质的帅哥 只需要简单的大善技巧 因为小孩交集 他不用去考虑 社会身份嘛 就很真诚 没有见过哪个孩子 见面会说 请问您在哪所幼儿园深造啊 呀名校 哇 旧样旧样 今儿能跟您一起滑滑梯 真是我的荣幸 我滑了 您随意 而且我女儿啊 表达爱也很特别 有一天晚上睡觉前 笑着对着我说 妈妈 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 都给神仙说了 我谁都不要 只要你 我说 哦 谢谢宝贝 你怎么给神仙说的呀 我说漂亮的妈妈 我不要 有钱的我也不要 我说行了 睡觉吧 而且我女儿交朋友啊 掏心掏肺的 前两天给我发视频 说妈妈 我今天拿自己的零花钱 买东西了 我朋友在旁边 刚好就听到了 就凑过来逗她 呀 哎你还有钱 那把你钱借给我行不 哎你看这种问题啊 成年人就很难回答 一般别人找我借钱的时候 我会先问 她要多钱 然后再去判断 她值多少钱 如果关系不行 我就说 我也没有多少钱啊 我女儿就处理得很干脆 直接把电话挂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 就发了一个小视频 手里拿着她的钱 说阿姨看 这是我的一千块 那我怎么 我拿快递发给你吧 我都是过年磕头赚的 下次教你怎么磕头赚钱 看我女儿不但给你借钱 还想带你发财 不但受人以余 还要受人以余 而且小孩有坏情绪 也不用憋着 不开心就一句话 我不跟你玩了 当场翻脸 第二天又在一起 日抛行的绝交 完全没有隔阂 我成年以后 就没有当众翻过脸了 因为我要脸 很多时候我都得伪装着 就像这个比赛 昨天采访 还要问 说布姐 你觉得这一轮主题赛 谁会走啊 我对着镜头 一般正经的 我说 我觉得都很强 都不该走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除了我都可以走 那不然呢 都不走 22个人一起进决赛啊 小孩也管你什么人情事故 我去年参加了一次 我女儿幼儿园举办的运动会 好纯粹啊 就要赢 那个幼儿园的班长 因为输不起就打了同学嘛 被小朋友当面揭发 就地落马 好有趣啊 再想想我单位以前 搞什么运动会啊 拔河比赛 30岁的小伙 输给了60岁的领导 小伙子面目猙獰 但是胳膊没劲 领导浑身稀松 但是手上有拳 当我抽签抽到对手 是部门主任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场比赛啊 我输了就是赢了 所以真的好羡慕孩子啊 我女儿在人际关系里 比我自在太多了 上个月有个朋友结婚 让她去当花童 因为新郎是个澳洲人嘛 我又想很多 我说呀 这咱得一拙得体吧 英语差 那就少说话 尽量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 影响到中澳关系 我也担心我女儿会紧张 就去问她 我说宝贝 你知道澳洲吗 知道呀 西安隔壁 我说那是兰州 是这样 过段时间呢 咱去参加的那个婚礼上 有很多外国人 你又不会英语 你怎么跟人沟通呀 放心吧妈妈 我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她那么自信 然后那天中午 我们到了婚礼现场 我女儿从她的小包里 掏出了她一年级的英语课本 特别热情 看见个外国小孩 就冲上去 Good evening Bob 那个小孩就没理她是吧 How are you 那小孩说 Hi I'm Alice I'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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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听懂啊 朋友们 我干了一件特别不地道的事 我跑了 我实在没有勇气 看完这场教科书级别的对话 我就躲在那个柱子后面 就观察我女儿 哎呀 她表情有点懵 这个Alice 不按书上的来呀 很失望 说一盒 拜拜 找下一个去了 我太酷了 我长这么大 我没有见过人 拿课本打圈的啊 到底是什么 给了我娃这么大勇气 是皇家美肃佳儿 双硬盒 强内户 祝她天不怕地不怕 由内到外都强大 我都怕她下次 直接用奶粉和Alice 一口闷了 而且我是 我是最近才发现 我女儿处理人际关系 她是用最直接的逻辑 前段时间我陪她去学游泳 我就在岸边看着 我就看那个泳池里 有一个小男孩 拿个水枪 一直在滋一个小女孩 那女孩就吓哭了 这一哭就引起了 旁边这个男孩妈妈的注意 她赶紧跑过来 哦 她跑过来之后 没有收拾她儿子 居然对着那个女孩说 啊 小妹妹 别哭别哭 哥哥这是喜欢你 她想跟你玩呢 我一下就愣住了 说对呀 这句话 我从小就听什么说 男孩子不会表达 男孩欺负你 就是喜欢你 我正琢磨呢 我女儿过去 一把夺过那个水枪 来妹妹 该你喜欢她了 谢谢你们 谢谢我女儿 谢谢大家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蒋浩 我们这一期聊人际关系 我觉得我这人 人际关系还可以 因为我特别喜欢 和朋友们聊八卦 我有次在一个饺子店吃饺子 我旁边一个男生 好像在打电话 和他女朋友吵架 就在那儿骂说 你要我怎样吗 那我过来 你把我绑起来 臭我呀 臭我呀 听到我饺子都掉出来了 我后来吃个饺子 跟睡觉闹枕了呀 后来有多夸张饺子吃完了 我舍不得走 我在纠结 我要回家休息 还是继续留下来 多学点恋爱里面的知识 那个男生一句话 把我订了下来 他说 亲爱的 你不要生气了吗 我女朋友走了 我就过来找你 我赶紧站起来花九块钱 又买了瓶啤酒 这是我第一次为知识付费 但是陌生人八卦 最多六十分 我觉得最刺激的 永远是在公司和同事 带心聊公司领导的八卦 好神奇啊 你在公司和同事 聊领导的八卦 你们一边真心话 一边大冒险 而且不管这个同事 把领导说得多么的抠 多么的坏 多么的变态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就领导的每个八卦 听完我只有一个反应 我就知道 每次这个同事 跟我聊八卦 还会叮嘱一句 哪怕他说过一万遍的台词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我说绝对不告诉别人 他知道我在骗他 我知道他在骗我 但我俩都会补一句 骗你死全家 你看也没说死谁的全家 不过领导的八卦听得越多 他会在你心目中 越来越没有威望 我后来再看那个领导 在台上开会 我只有一个想法 你装什么装 有次他还假惺惺的 过来找我谈心 说小贾 我最近了解到 好多关于你的事情 我心里想 B2 你的事情不知道的 都可以问我 我真的最开心 就是同事们一起聊 公司领导八卦 我没把这个叫做 无领导小组讨论 朋友们 而且八卦不会凭空消失的 只会凭空产生 我以前只是工作的时候 和我们人力资源部经理 碰巧都姓贾 同事们就传 说她是我阿姨 我越否定 他们就越肯定 我说不是 不是不是 他们就 咚咚咚 他们甚至会 自信合理化 这个关系里面的漏洞 因为有人问过我说 那个贾经理 只有一个妹妹 没有弟弟 那她妹妹 就是你妈妈 那你 为什么还姓贾呢 旁边就有同事 这叫随母姓 你就知道 娘家有多强势 后面甚至我爸妈来我工作的地方 看我 一个同事上去就很热情打招呼 说贾阿姨好 一句话把我爸妈都叫懵了 我感觉当时我妈在想 我不是姓王吗 我感觉我爸在想 为什么叫我阿姨 我感觉同事在想 哇 打招呼都不理 娘家人好强势啊 当时同事都以为我有关系 对我挺好的 只有我们公司领导知道真相 他就还是各种让我周末加班 他就周末老给你发工作消息 你一回就给你派活 你周末就没了 真的很烦 有一次周六又给我发一条消息 说你在干什么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当时一上头 我一发疯 我说在想你啊 发完就知道错了 我赶紧撤回了 但我总觉得他肯定看到了 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周末 给我发过消息 我后来实在没忍住 把这个事情分享给我一个同事 这个求是 我说你千万替我保密啊 不出意外 一个周以后 我在公司的外号就变成了 我在周末很想你 谢谢大家 我叫我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加油 大家好 我是Ec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co 这期聊人际关系 我非常的想聊 因为我们家人际关系 就非常的复杂 主要是孩子比较多 四个 大姐 二姐 我 还有我弟弟 GAP一年就生一个 别人GAP一年是探索生命 我爸妈GAP一年是创造生命 因为计划要一个弟弟 所以完全没有计划生育 但是我现在我真的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生育 除非完成计划 否则绝不停止生育 来自大山 来自农村 村里就特别喜欢打孩子 打孩子跟打麻将一样 都属于一种娱乐休闲活动 但是我们家真的特别适合打孩子 因为我们家就是卖药的 中药 西药都有 打久了自己都知道找药吃 小打吃中药 中打吃西药 大打吃农药 有点朋友开玩笑 大打睡一觉 睡一觉 但我父母打孩子还是有原则 三种孩子我爸妈不打 成绩好的不打 别人家的不打 儿子不打 我因为成绩好 跟我弟弟一样没被打过 所以在我们家 我们一定要很努力 才能看起来跟儿子一样 毫不费力 因为二姐成绩不好 性格又非常的刚啊 所以她就总会挨打 每次二姐被打之后我就去安慰她 大家知道小孩 安慰小孩 我们所有的重点就是看 她到底有没有哭 所以每次二姐被打之后 我就小嘻嘻地走进去弯下腰 然后钻到这个桌子底下看她 你哭了 然后我就被打了 所以有一天我二姐就离家出走了 看得出来我们一家人还是很时尚 对吧 我爸妈玩Gap Year 我二姐玩断舍离 当时她14岁 我跟大姐一起为她收拾行李 我发现大姐和我在面对这样的分离的时候 两个人的反应都非常不一样 我才12岁啊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就问她 你那条牛仔裤可以给我吗 但是我大姐就非常的淡定 她把我搂得更紧了 因为她知道 她不能再失去妹妹了 不然就真的 对这个家去妹了 到今年二姐已经去深圳 14年了 14年 一个女孩白手起家 就在前几天已经在 深圳的罗湖区全款买了 两套鸡蛋灌饼 你们以为是大女主的故事吗 No way No way 不可能 人生真的非常的艰难 我觉得她真的过得还是挺难的 我去她的出租部看过 房间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 你要把那个洗衣机搬开 你才能蹲下上厕所 那天我是抱着洗衣机 蹲下去的 洗衣机还在洗衣服 我问二姐真的还要洗吗 我二姐说 你别说了 有的时候我还蛮想洗的 这么多年 其实二姐跟爸妈 一直都没有联系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 她就生病住院了 所以我们一家人 被迫团聚了 但双方碰面都还挺尴尬的 我发现 双方都把我当那种 传话的人来使用 二姐就说 你跟他们说我没醒 爸妈也会说 你就跟他们说我们没来 我就跟他们说 我还蛮想洗的 要说二姐在家 你唯有感情的 我觉得就是我和大姐 其实当时住院非常的害怕 她以为自己不行了 然后就把自己 所有的存款 我说 十万全部给了我大姐 就姐妹 琴琴是两姐妹 对吧 二姐赶紧说 你别急 我那辆车送给你 还有十五万的贷款 你还一下 我没有想到 好多大学 我都没有还贷款 这个时候我还上了 其实二姐生病期间 我妈是想要缓解一下 跟二姐的关系 她还缝了一幅十字秀 上面写着 家和万事兴 哇 我二姐看到之后 就开始吐槽 说 你今天才知道 家和万事兴啊 那些年 你们那样对我是怕兴吗 难道你打我 是为了去兴吗 其实我在中间最开始 特别想要缓和一下 二姐跟家里人的关系 但我现在 我不这么做了 我本人和解了 我发现有的父母跟孩子 就是没有缘分 我知道这个话题 有点沉重对吧 刚才听到那么多 温馨的家庭氛围 我这也是真正的中国家庭 所以我在最后 我真的很想 呼吁一下 就是爸爸妈妈们 不要打孩子 你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灵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任何压力 都不是打孩子的理由 但是 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真的 就实在要打的话 出生前就打 谢谢大家 我是一口谢谢 谢谢 拍吧 谢谢 最后点还行 对的 这个挺好的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汪道元气王 我是乔毅 我是崇晓峰 给大家聊一些 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聊聊人际关系 我觉得有一种人际关系 非常的单纯 就是你每次看到她的时候 你都会心跳加速 但是你只敢躲在后面 默默地看她 观察她 你从来都不敢 跟她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按烈 按杀 我们聊的是人际关系 不是这段关系里面有人记了 按烈也行 我刚好写了一个剧本 就是关于按烈的 那你这个剧本能不能找我演 行 那我们试一下吧 好 好 开始了 你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大学校园 今天你跟往常一样 骑着自行车去上学 突然有个女孩 喊住了你 同学 你东西掉了 什么呀 自行车 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上学 自行车掉了 我怎么上的学 我行个上学 行 反正她把东西还给的时候 你们的手不小心碰了一下 哇 你好紧张 好害羞 你扛起自行车就跑了 这辆自行车 我就没骑过它是吗 从来以后 你对这个女孩就心动了 每次她一回头看你 你都会很羞涩地走开 比方说 在校园路上的时候 哈哈哈哈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又得逃课了 哈哈哈哈 校与会接力跑的时候 我倒是接力 不然我都带走了 还有啊 你为了了解她 开始听她喜欢的歌 看她喜欢的电影 吃她喜欢的美食 终于找到了一个 你们的共同话题 台词 没想到你也喜欢海天有机酱油啊 写的什么呀这是 哦 喜欢海天有机酱油 这当然想得到 确实 三方有机认证 真有机更健康的海天有机酱油 我们 都喜欢 后面啊 这就是一段展示你暗恋的蒙泰奇了 为了制造偶遇 你特意报了跟她一样的玄修课 嗨 女子防身术 多多关照 我就是今天的流氓 嘿嘿 你知道她喜欢救助流浪动物 于是你也去流浪 给点吧 给点吧 你总是会问她学习上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问简单的 怕显得你蠢 最后的这道大体 问太难又怕她答不出来 她大嘛 后面啊 就是要告白了 哦 我觉得用音乐告白是最浪漫的 哦 你好 你有没有什么会的乐器 吹口哨算吗 行 后面呢 有个场景 需要你一边演奏乐器 一边告白 来 试试 我 比喻比 什么东西啊 我喜欢你 好浪漫 有吗 好 要准备啊 你换上小西装 弄好头发 准备好乐器 你去告白了 但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人 抢心一步 是谁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 他成绩比你好 长得比你帅 就连身高都比你高 你多高 一米八八 他八米一一 太高了吧 这是个奥特曼吧 这个是 正当八米一一 趴下来准备告白的时候 女孩看到旁边 穿了一身西装 他就很好奇 他就问 你怎么在这里 你非常慌 非常尴尬 于是你马上找了个借口 不不不不不 是这场告白的主持人 更尴尬了吧 这样 不知不觉 到了毕业的日子了 你突然听说 女孩跟八米一一 其实没有在一起 主要是距离的原因 是隔六米多那两个 女孩现在已经去火车站了 你马上赶过去 看到他坐在车窗边 你跑过去 大声喊吹的心里话 哇 就车开走了 这么快吗 当然快 这 可是中国的高铁啊 我的爱情 追不上 富国发展的速度 几年后 你们两个意外地重逢了 可是天衣弄人 现在的他顺名警察 而你顺名警犬 神经病啊 你想啊 观众肯定都在猜 女主角是警察 男主角会不会是坏人呢 预判了你们的预判 不止不坏 还不是人 你就重点 讲两个人的这个重逢 就好了好吗 行 反正你们两个就一起叙旧 聊了很多很多的往事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每次回头看你 你都会嘻嘻嘻地走开 当然记得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会回头看你啊 其实那时候 我一直偷偷暗恋你 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 这情点 终于到了他结婚的日子了 你看着手中的情点 你决定了 要在他们说婚礼市值之前 赶到现场 但婚礼在另一个城市 那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只需要五个数 一 二 三 零 六 秀 我到了 好巧不巧 今天是假期 路上挤满的人 你要想办法在人群中 开出一条路 人都被你吓跑了 你一赶到了酒店 准备上楼 但偏偏电梯却坏了 赶不上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 高大的身影 八米一一 我不是你 你终于赶上了 你看到女孩跟新郎 站在舞台上 这一次 你一无反顾地冲上去 对我所有人大声地说 欢迎各位来宾 参加两位新年的婚礼 我又是主持人了 看着女孩幸福的表情 你彻底地释怀了 你给她送上了祝福 还送上那件 你当年一直没敢 送出去的礼物 新婚快乐 对了 这是当年 一直没给你的 接力棒 好感动啊 神经病啊 好 谢谢